以前是减50火焰度 现在是直接这个就是减100了 刷了一屋半天 掉起来几天 谢谢陈中石 谢谢可能规则拐了 谢谢图文 谢谢SKY10 谢谢大家午安上好 压力山大呀 现在 刷了皮的肉包子 谁也没一样的想着 谢谢 大家午安上好 谢谢 谢谢 我手有烟斗 谢谢 好的 你这话说 半天大概是指指的是刷很久 哎 是啊 长经验长得可慢了呢 掉经验掉得可快了 谢谢 WFC091 谢谢 嗯 吊起来飞快呀 也正常啊 现在主播之间也是 哎呀 直播这个行当啊 夜市日子越来越难过 谢谢火箭戳戳 谢谢 谢谢佛前求恍惚 因为大家都把简单的直播内容都做完了 是吧 现在都要开始深度挖掘了 开始比这个内供的时候了 谢谢FC夹岛 谢谢蓝台挺位 谢谢大家晚上好 行业如此啊 谢谢三目不升级 谢谢15230767455 内卷无数不自在啊 不是 这跟内卷无关啊 主播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 我说整体啊 这个 嗯 但是呢 就是说 嗯 直播这个啊 封口期过了 就是 那个 最好赚钱的时代啊 好多年都挣钱的时代过了 其实也很快的 你想有三年吗 2013年的时候兴起直播 2014年15年的时候最火了 16年17年的时候 应该是达到了一个 巅峰 然后18年的时候就开始 又推势了 谢谢安年记忆 谢谢 最可笑的是什么呢 短视频的崛起 谢谢45加1 短视频现在也存在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因为内容过于空泛 所以导致这个就是 留存率不高 然后留存率不高呢 又导致转化了也极低 谢谢Tim King一些冲销青铜 然后短视频就变成了一种瓷器笔幅 就是挨一堆人 有人限制播做造影视频 做不下去了以后再货 然后换下一堆人 这不是我的优势 这为什么会是我的优势呢 只是说现在出现一种很尴尬的情况 短视频看了人多 用户量大 但是留存率特别低 没办法进行很有效的商业转化 像直播这个本来是留存量 留存率很高 但又因为点短视频的挤压 导致直播这个行当损失了大量的用户 也就是说现在提供内容的人 就属于一种互相在做无用工的阶段 挺有趣的 大家晚上好 谢谢 谢谢 短视频这个我看啊 像 做火一个做火两个容易 你要一直有那种品质很高的短视频 难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多数的话就是 活起来也很快 然后凉起来更快 这些就还在 谢谢 因为我看了好多做历史的短视频 基本上就那样 感谢老杨开的火力全开 要明白现状才是真实的 实在发展的必然嘛 谢谢 吴维先 谢谢 谢谢 一纸信件落成 谢谢 晚上好 谢谢 后来的后来 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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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之兰 谢谢 TGW9901 谢谢 HSGK 谢谢 大家 晚上好 谢谢 黑黑123G123 谢谢 晚上好 这水文件有点高 谢谢 霍拉拉 不拉拉 不拉 够 谢谢 大家 晚上好 今天怎么一下子就完成疫情挑战了 这么快吗 很多都是超级的 谢谢 颜白居 谢谢 这是 一个小恶魔就已经可以了吗 这么牛 说直播的转化率不高 看跟什么比啊 你要说跟短视频相比的话 肯定是非常高的 很多人都是超级的 原创作作者 甚至没有超级的人 这个人气高 很正常 超级的人会超啊 然后呢 能够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可能说创意是原作者的 但是发扬光大 反而是抄袭者的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 曾经的这个 大导演 他就属于一个 特别特别能整合资源的人 能够博彩重价之长 谢谢好文349830233 然后能把 很多人最精彩的部分抄出来 然后呢 整合在一起还没有突兀的地方 这不得不说这也是本事啊 说还有噩耗呢 出台法律引导监护人 想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直播 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噩耗 咱直播间 基本上是吸引不了未成年人 我本来今天想 祝大家这个六亿儿童节快乐 谢谢本直播间 有儿童啊 谢谢远本妹 谢谢杜文桃1980 谢谢 本周间 估计 再怎么说都得是 高二高三吧 这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了 上学的都不多 谢谢 2013YX Baby 谢谢 我我我我 好 敬礼儿童节快乐 有大朋友啊 那问题是没有 国际这个 老年节 就应不算儿童啊 不算 谢谢QQ Voice 他想算 但是别人不给他算 对 有儿童的爹 大家晚上好 儿童听不懂 儿童不会在这直播间呆 谢谢丑杀丑逗逼 谢谢 大家晚上好 你抄袭的意思是把原唱拿过来 把声音去掉 照着原唱念一遍算自己的了 哇 那也可以啊 这种抄袭的话 效率比较高 以量取胜 这些未必傲人 因为别人做一期 可能需要两天三天 他一天能抄一堆 结果是 别人是一个 一个礼拜 一个月一个礼拜 可能出几期视频 他可他好 抄下去之后 一天出一堆 谢谢 安然开的火力全开 谢谢 MineR1 谢谢 这是一个终点扣脚大汉 抱团取暖的直播间 谢谢 Polick 谢谢大家 晚上好 谢谢 Live 谢谢 一起提莫那个时代 提莫的粉丝有老师和学生 还主动拉同学看 对啊 那属于什么 唱歌跳舞的现场版吗 过去人都没有接触过这个 还能开始互动呢 这人都有这个 成仙的心态嘛 但是成仙期过了之后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才是一个难题 其实很多大主播呀 就是没有经受得出这个 成仙期的考验呀 就属于那种 昨天还是风生水起呢 今天一下子就 好像就属于那种无人问津了 嗯 你没有感觉有了互联网以后 时间过得特别快 生活充实了嘛 就是如果说 大家忙碌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 其实我就感觉 嗯 时间过的是飞快的 比如说 刚过完年 我对过年的休门两天假期 还这个念念不忘的 再一看 已经六月了 完了 2021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啊 但是他这种啊 就是说抄袭 然后吸引流量 真要是火了以后 原作者就可以去干什么 投诉他了 大概率是为他人 这个就是做嫁衣啊 嗯 所以你说抄袭好吗 抄袭只能解决一时之困 解决不了一世之忧啊 抄的不好 也就是可能混个外卖钱 抄的好了 原作者早晚被扒出来 然后去维权 辛辛苦苦赚半天钱 估计全都要赔回去 嗯 大家晚上好 躺的时间过得飞快 上班的时间过得贼慢 你爆了呀 受伤的野兽 如果说上班的时间 你过得贼慢 就说明 对收入很不满意吧 如果说那种 赚的特别多的工作 你才不会感觉到 上班的时间过得很慢呢 都看见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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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块这个是上班班上完吧 上完了就可以休息了 谢谢 谢谢斯诺英勇兄弟送的粉丝光棒 谢谢 是这样吧 大家晚上好 坐 谢谢 Easter1231 谢谢 狂图剑痕 谢谢 感谢 TJD901 开到火力圈开 我的店 订阅的应该都是水友吧 对啊 很少有这个散客来我店里面 买茶叶 原因是什么呢 在价格上呢 比不了那些特价茶便宜 然后呢 在这个就是说 同品质的茶呢 又没有人家的名气高 虽然说便宜 别人也不相信是真的 这种情况就是尴尬了 不用听说了 都已经看到新闻了 还用听说吗 谢谢 501259723 谢谢 开这么多火力圈开吗 那好啊 加加热 加加这个热度啊 混混流量啊 现在 哎呀 直播这时长也是很难完成的呀 来 坐 谢谢 谈不上稳定吗 也属于这个缓慢下滑 谢谢 五海九九 从梦荣意义上来说 我更愿意看到什么缓慢增长 然后呢 嗯 到一个差不多的热度 但是目前来看啊 距离我这个 完成这个愿望啊 越来越早 越来越远了 说文教区天天拖颜值去的后腿啊 文教区怎么可能会颜值去能混为一谈呢 文教区是什么都不挨着呢 对吧 文教区既不挨颜值也不挨游戏 它就属于什么 一个 独特的存在 谈不上拖后腿吧 再说你看 渔教区的主播会和其他区的主播有什么直接关联吗 哎 排队做核酸检测 刚排到系统崩了 健康码打不开了 问题外面下着雨 哎 只能说什么呢 凡是送送你有意外吧 说火门向华是因为看直播的越来越少 也不一定啊 谢谢这一天 还有一些主播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的 这种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 如何让别人相信你是一个问题 嗯 感谢啊 德六材德兄弟帮我宣传 其实呢 我觉得说 不是 不是是短视频吸引了很多流量 声音好想听不清 你是在混火力全开吗 我不觉得 难道线又有中断吗 没有啊 麦克风好好的 而且声音也是满的 不要骗我啊 声音小听不清 我也有一种感觉 说不定以后会来一大批有实力的主播 你就是做运营的 哎呀 哈哈哈哈 谢谢小丑玩进货 这是炸鱼炸出来了呀 原来五三一八八 七三四兄弟 做运营 哎呦 谢谢 其实有时候说有帮我推推这个说短视频可以一起做呀 怎么短视频做呀 把直播内容剪一剪嘛 然后呢 发到短视频上 哎 不现实吧 你再分出精力来去做短视频 你不觉得到时候是直播直播做不好短视频短视频做不成 自己把自己活活玩死了 谢谢斗地主二三 而且内容直播你觉得历史适合做短视频吗 想要在一两分钟之内把一些历史问题讲清楚 我这 估计太难了 剩下的就是一惊一乍是吧 哗众取宠 关键是谁愿意为哗众取宠的内容付费呢 历史其实说实在的 是提供非常这个优质的内容来获取足够优质的客户 用户应该说 关键是得有用 为啥我会觉得来一波有实力的主播 直觉吧 感觉吧 谢谢小齐央央 原因嘛 我觉得直播这种形式 这种互动性是无可替代的 无法替代的 那么在这种互动性无法替代的前提下 只要内容足够优质 为什么不吸引人呢 你看都说了嘛 直播加短视频是美女帅哥的新路线 谢谢 谢谢 对呀 说现在是十秒时代了 超过一分钟算长视频了 如果说十秒钟想讲清楚一个历史问题 我估计就算是把是历史上把最牛掰的历史学家请过来也是办不到 你看 搞文化应用类的直播 他不适合去做短视频 你没觉得说斗鱼还能留住像我和楼哥这样的主播 用爱发电你知道吗 并不是说平台有多大的扶持 说实在的 现在做主播的啊 都是八线过海各显神通 你要是混到飞机了就赚飞机的钱 你要是混到火箭就赚火箭的钱 什么也混不到的时候你就饿着 不存在说能留住留不住的问题 只不过呢 一些主播能够坚持下去 我就说了短视频 它的留存量留存率实在太低了 如果说留存率不够高的话 其实意识之热度根本没有用 都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 谢谢恩就叫这个了 我不是震惊的 我当然不是震惊的 震惊可不好玩呢 谢谢吴子947 谢谢巴不豆有梦碌的大鹅 哎呀震惊的 有内容何须震惊 既然震惊了肯定是没什么内容 对呀短视频的话看过就忘留不住人 而且你想要去一直出高质量的短视频 恐怕真得是绝世奇才 说全世界不都是在怪我们 不会啊 不就是美国一个吗 美国搞事情是吧 美国人家有的是美元印就行了 人家也是哪只印美元 印出来美元了 拿钱砸是吧 砸完之后就看上砸出来的效果吗 你要想的话你也可以举个例子 你要是想让别人夸你的话 去银行取上一摞一摞的钞票 然后当街你就发 只要有人说你一句好 你说给我一百块 我保证啊 一群人说你到这个 把你能夸到人间少有是吧 古往进来天下第一 因此你觉得看这种事情有必要吗 你也不你也不看看老美到底花了多少钱呀 至于是说老美心仰想这样做 那他随意了 我说了啊 现在没有时间和精力 就他玩这么幼稚的事情 谢谢啊 馒头啊 对啊 本来就是经济压力就很大 本来应对疫情就很难受了 还有还有闲心去搞这个 对 你看他们说了 保证能就是发到你破产 哎 所以有时候最可笑的是啊 还会有人去跟 哈哈哈哈 哎 这说明什么呀 拉凯 这说明 人啊 总容易会被身边的舆论所左右 真要能触及事情的真相以及本质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说实在的 真要是 罗斯福能 这个 死而复生 看到这群人搞这个 估计都得抽对方俩大嘴巴子 钱真是多的没地方花了 是吧 就这么祸祸 是吧 哎呀 哎 辛辛苦苦 这叫啥 用上百年的时间 是吧 积攒出来的家底 哎 祸祸起来可真快 说印度到底啥情况了 你真的想知道吗 其实FC甲岛啊 对于这种问题 可以不用看报道 谢谢 G102431100 谢谢 看什么呢 你把印度各大港拿出来 然后呢 看看这些各大港的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 只要你能看到这个就能明白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说出口比较多的话 那么他出港的这个集装箱的量 他是一个值 进口比较多的话 他又是一个值 那么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 假设本国的产业链受到影响的话 因为疫情 他肯定冲进去全部产业链 对吧 然后就是本国产业链受到影响的时候 那么进出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原来是本来能出口的东西减少了 或者是不能出口了 本来不需要进口的东西开始进口了 那么完了吗 所以说只要你去有心 真想去知道问题的真相 直接把他们各大港口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拿来一看 对比去年同期 然后再参考整个世界的经济的增长水平 纷纷就能算出来 大概是什么 就是总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你要想算更细致的 然后就把它分到各个行业 哪些行业必定嘛 疫情不是对所有行业的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 影响所有行业 有的行业可能影响是100分 是吧 对于那些可以不用就是聚集办公的 可以在家办公的 可能影响是20分或者是30分 这样你开始去以此类推 然后像比如说劳动秘境产业肯定是非常受影响的 然后至于说国内的消费水平 那你光看它进口就行了 你要知道一个国家进口 它也是满足不同的需求 有基本的生存需求 比如说陷入金黄的时候 你需要进口粮食 再比如说当药品不够用的时候 你需要去进口药品 当这个吃饱了喝足了 有其他精神享受的时候 会进口很多文化药品 然后呢 如果说还有富裕的话 他会进口很多奢侈品 甚至是本国不产的电子产品 然后呢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司去跟他做对接 是吧 毕竟做外贸的话 不能不能是谁做都可以 是吧 都是有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公司 特定的产业去对接 然后呢 你可以把那些 而这些公司呢 多多少少 要么本身是上市公司 要么和上市公司有关联 就算是他 他不是一个上市公司 他的产业链当中也肯定有上市公司 然后再把这些上市公司的报表拿出来 等你出口料拿回来一对比 哎 再看他的营收占比 你分分钟都能算出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接下来问题来了 你到底要不要算呢 嗯 所以你看 这就是知识的重要性啊 与其被这些所谓的什么公众号啊 什么自媒体啊 在那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哎 直接刚硬实力开始算吗 FZ加导 想算吗 啊 说交给有心人吧 没说吗 想要去探究问题的真相 想要去知道世界的本质 实际上是花很大精力的 有时候我会跟大家说 哎 其实每天晚上大家来这听到的这些东西 无论是对现象的分析 还是对未来的总结 主要我也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的 至于说有些还没有出现的机密事件 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没有这么老多的人脉 可以去知道如此机密的事情 但是总可以通过这些千丝万缕的这种供应链 通过这些整个的这种就是说秩序 无论是贸易秩序还是政治秩序 来推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谢谢谁330 没说吗 有些知识 有些其实有些消息 对于相关行业的人来说 绝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且有用的 可能他们平时是吧 花十万八万都获得不了的消息 在我这就能得到的答案 等等我这算不算养鱼啊 真要是有一天 这个那些潜水的水油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 然后呢 我突然一闭嘴 过 会不会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不适啊 别听着就头疼了 满身是奶流飞 你要是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无论是做外这个外贸 是吧 说为什么他们不照我呢 免费的吧 对吧 免费的得来的 他不香吗 他就很香啊 既然能免费 干嘛要付费呢 你怎么就被我养起来了呢 谢谢于下耳朵 我这已经是吧 受人语意不如受人语意啊 都给大家把分析的方式和方法 交这个交给大家了 而且这些 这些我说的分析点 全都是公开的信息啊 不需要你去 来脱关系 找门子啊 去搞打听什么内幕 拿公开的信息 就已经可以做很详细的计算了 说一个月给我五千块 估计我乐的屁点 屁点 对啊 一个行当一个月给我五千块 五六个行当呢 一个月就三四万 那我真的是苦尽甘来啊 走出这个泥潭了 你早就怀疑这就是我的目的 这怎么会是我的目的呢 我有什么目的啊 对吧 我给大家提供的信息 既准确又有前瞻性 还能都还能够让大家感受一下 如何去当事情发生之后 去看这个 哎 以前讲过哎 多有趣啊 说怎么分析 有什么方法 我说了呀 你要去想去了解一种情况 你要把它所有有关联的东西啊 整理出来 然后要从公开的内容当中和公开的资料里面 去去来推测未知 趋势这种东西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到时候集中割 割什么呀 谢谢神油不神油啊 谢谢 怎么叫集中割呢 我又没有发发发售金融产品 我又没有就是说推荐大家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 我搁水去啊 对吧 相反 当出现不靠谱的期货 还有种电子货币的时候 我都是奉劝大家不要碰 等我发财了 一定给我买鱼 好 行 黑旁人助力兄加油 谢谢蓝队长 谢谢天降正义零零发 谢谢 嗯 那么今天呢 咱们要讲兵剑的临时讲的最后一课 那么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个大招啊 那么讲完之后 明天要开始要讲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自然灾害与生活 我不打算搞收费群 没必要 这太扯淡了 知识啊 这个FC面更多的悲剧啊 嗯 现在好像都在劝人理财炒股 我是反其道而行之啊 为什么呀 我都说了呀 投资这件事情跟普通人没有太多太值的关系 原因是容错率太低 不是说大家能力不足或者不够聪明 原因我 其实咱们昨天讲的讲了一半时候没有讲完 明天讲的东西需要拍桌子吧 好 拍桌子 为什么是这样的 你想啊 对于牛逼的人来说啊 摆命尚有一失 是吧 智者千里必有一失啊 那问题来了 作为普通人啊 你要去理财 你的本金肯定不会很多 对吧 有很多本金的人 他不是普通人 什么叫普通人呢 嗯 上线能拿出十万块 对吧 这是属于闲钱吧 你不能说我倾家荡产搞这个 那就 那叫足够 啊 然后呢 下线呢 可能是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 对吧 这其实就是说明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所有的家底了 就能用的钱 然后其他的这些收入的话 你可能会有什么 就是说房贷车贷啊 或者是生活啊 什么要顾对吧 因为你算嘛 一个普通人的收入一个月 可能也就是 就给他算比较高的收入 七八千 省时间要花掉一半 然后那些房贷都算上 这已经是极限了 剩个三四千 然后你还得去准备点这个 准备点那个呢 真正可支配的收入 可能也就一两千 攒上一年的话 就两三万块钱 这还得是家里面没有点事 但是家里面哪能有点事 没有 有时候说推荐我搞个收费群 我说没必要 这是他本来就应该是免费的嘛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嘛 投资本来就具有风险性 而且风险性还不低啊 就是说你就拿 无论是股票啊 还有什么这个期货什么的 他的价格永远都是波动的 对吧 你谁都想着我低息高抛 是吧 这个追涨杀跌 然后呢去赚钱 这是最常用的两个术语了 但实际上 但是你会发现 会真的出现 抄底抄在半山腰 然后呢 前脚出了后脚涨 但是这种东西是没办法避免的 关键是你投资成功十次 你能赚多少钱呢 给你算十个点嘛 一万块钱最多也就是 变两万块钱 一年十个点已经是跟巴菲特 比巴菲特还要多难 但是你出错一次的话 几乎就 就是说把钱面赚的 甚至连贷本金都要亏出去 关键是你能保证不错吗 一年不错 两年不错 三年四年五年呢 对吧 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说 一个人想要这样去投资的话 你首先得从一个普通人 普通家庭进入到中产家庭 把容错率提上来之后 你再考虑考虑 要不要进一步的往上走 而且对于中产家庭来说 投资的本质是什么 根本不是说 你永远赚不到你 不了解知识的钱 谢谢2015凶送的粉丝光棒 到中产家 到了中产阶级的时候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积累第一桶金 然后呢 完成跃迁 向有钱人那个阶层去跃迁 因为中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 而且是一个很尴尬的阶层 原因很简单 你说那些中产的人跟普通人相比 区别在哪里 说实在的 没有大区别 大部分人都要去上班 对吧 你对于那些大企业的管理层 上班还辛苦的 那么至于说做小买卖的 无非就是工作 公司规模大一点 那投入精力一点也不少 那么这个阶层是不稳定的 原因是你作为企业高管 稍微企业有点什么变动 就有可能筛选下来 这个我见得多了 至于说你做一门生意 任何一个行动 它都有周期性 如果说赶上一个低谷 可能几年传的 公务员不是中产 公务员是普通人 千万别说公务员是中产 公务员那点钱 说实在的 连中产的边都不沾 对啊 就是无论就不是说企业里的中产了 就是无论你是自己做生意的中产 不过南方的公务员也是一样的 他先收就放在那了 你觉得说南方大城市的公务员 工作好高啊 一年有十万万 消费呢 物价呢 这个东西 咱们都说你说的是公务员 普通的这个的 普通的 老师不算呀 老师的话 除非是能赚赚 一年二多万在南方城市 肯定是算不了中产的 也只能说普通 普通 什么是公务员呀 政府机关办事人员 那才是公务员 大把 我就说了公务员跟中产边都不沾 完全不招 咱说中产不稳定 那么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实在是 我有点不了解广东的公务员 我了解呀 经常去广东吧 但是我告诉你了 你仔细去想一想 广东人的这个收入水平 然后和他的这个当 就是 简单来说的话 公务员这个值 这个收入 是跟参考当地的平均收入而言的 近一天又有个员工提同跑路 神游不神游 看来兄弟是小企业主啊 对吧 公务员他所参考的是当地的收入 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北方 咱们看南方的公务员 南方公务员的收入放在北方是属于中产 但是我们说了 中国的中产从来不能以国家来论 而是以城市来去论 对吧 只是每个城市的中产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问我中产标准是什么 这种啊 你要说舒服吗 肯定是看是不是本地的了 如果不是本地的话 其实也挺难的 房价高了 啊 就天 就天我昨天就我昨天说的一个土木 提通跑路了 跑什么路啊 好 咱们继续说 那么中产阶层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 它受行业的波动性太大 想要去 就是说 摆脱这种不稳定的局面 那就只好往前走一步 那么对于这一阶层的人来说 它往往是有人脉 但是呢 手里面的这个就是说 资本不够多 就相当于就是等于缺乏创业基金 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考虑去投资理财呀 因为投资理财应该也算是 在本金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 是能够给自己获得第一桶金的最佳方式了 那么还有一点呀 中产阶级本来它的收入就比较高 就算是出错的话 那么它也有很高的容错率 就是这样 至于说迈入有钱阶层的话 那就考虑的问题是 如何才能保证自己能做到这个行业的 就是顶部 剩下的就是 如何能跨行业来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说公务员都是中产了 现在中产标准好高 说反了吧 Windows7正版系统应该说 公务员都是中产了 现在中产标准好低 因为公务员的收入 它永远是参考当地的平均收入 至于你说家里暂住房子 用户53188734 那是啥 家里面有钱呢 对吧 家里面有钱的话 那还说什么呀 家里面有钱的话还说什么呢 对吧 你这种问题就说说说说说白了啊 父辈祖辈啊 哎呀打拼呀 说也不是家里有钱 这不是家里有钱 你还不去房子呀 攒出来的呀 谢谢 PKAD SL13呀 谢谢 其实我也希望是我家里面比较有钱 可惜呢 我就生活在一个 生于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 这个 谈不上困难 那也绝对算不上有钱 对啊 本来它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呀 是啊 那么这种积累的话 你就你就要去换另外一种思路考虑了 叫啥 量变引起质变 这种属于数段的积累 按照资产 以及资产增值的速度 使家庭收入就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然后呢迈入中产阶级 但这种我刚才没给大家讲 是因为不再考虑 不在这个考虑范畴之内 因为你这东西怎么算呢 谢谢ASGuard allfather 谢谢 475 125 776 对啊 反正总要有人拼 是吧 爷爷拼的特别凶 父亲就给拼的 拼的这个少一点 然后父亲拼的这个比较这个累 儿子有可能就不用拼了 或者是真可以啊 躺在功劳部上休息休息 不是说纯靠自己 这叫属于什么 家庭积累 说纯靠自己的话 那是孤儿 是吧 家里面一点 这个 没有家庭支撑 但这种情况又属于极端个例了 谢谢姑姑不要我是孤儿 你别说普通人了 有钱人也是靠一代一代的积累 没有天生一将 就是天一将生 这个啥都有了 那是孙悟空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然后一身神力 天下无敌 哭声哭 本来姑儿就有骂人的意思吗 骂说人家没爹没骂 说就像农村到城市 城市到大城市 大城市到北上广 这种是一个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打拼的过程 刚才不是有时候说了吗 对不对 咱往前翻 从穷人到中产到富人 这是SKY10兄弟说的 就是一个从舒适圈跨了 到另一个舒适圈的过程 没错 当然了 纯靠自己是非常难的 得开挂了 得开挂了 像朱元璋这样的 你说中国历史上 有几个朱元璋这样的 不是有一些 这样的人还是有极个别的 能力太逆天了 谢谢 扣家主播 这种 这种人属于幸存者偏差 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中国应该算五天算差的 算中不溜 但是如果说在一些大城市 或者沿海发达城市 就有点中等偏下了 但是 整体来说肯定在中不溜 如果在西部的话 这个就算是靠 靠钱了 一月赚五千 谢谢你的胡子扎到我蛋了 谢谢 老K 谢谢 说讲兵剑是不是结合了官人精一起 我没有 我还是主要看待兵剑 以及对兵剑的分析 正于说薛平贵 古人有句话叫一剑功成万古枯 对吧 上了战场了 能活下来的都是少数 不用说薛平贵了 你就算这个就是现代战争 真要是二战时期那种 就是说激烈程度 一个士兵升到这个就是团长 或者说就是一个裂兵升到上校 这种 其实要说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参加实际场战斗活下来 就基本上可以了 你打个比方吧 如果一个刚刚入伍的大头兵 是吧 这个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育战 然后再参加了下来是啥了 将来就开始去 一系列的就是往柏林打了 这样的战就是斯大林格勒保育战当中 他有数床小的战役组成的 你只要能大大小小战斗 打个十几二十场 基本上就是团长了 没跑 谢谢YYS1233谢谢 你别告诉我广西贵州那也算疯 这个广西还好 贵州的话收入普遍比较偏低 是啊 斯大林格勒太夸张了 没错呀 你参加了十几场战斗活下来 你肯定从丫头兵就到这个 就是说团长了 而且是往手里说了 库尔斯卡会战 嗯 你想 有个介绍吧 说一个士兵在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生存时间就几分钟 一个联系干部就好像就是一天或两天 来晚了 刚讲什么了 刚刚讲了一个中产的这个理财问题 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斗从头活到尾 至少是个师长 嗯 对呀 活下来 要求就不高 是吧 活下来 5000人都说了呀 刚才不是说正常了吗 不能算低呀 但是你要说在沿海发达城市 这就嗯 要是本地的话还好 本地土著还好 要是外来的话 这个收入挺蛮的 贵州 它是 它是消费不低 但是收入不高啊 现在游戏人生1980s 那他们明知是死 还是坚持战斗是信仰吗 那问题是 不战斗也是死啊 这战斗还有活的这个就是希望 不战斗的话就死透了 据说早上是班长到晚上就成连长了 嗯 是啊 你记得看兄弟俩的手里面有个美国老兵 就是每参战一个地方就装一罐土 最后到中途脑都十几罐了 嗯 不是后面机枪盯着呢 打仗的时候都会不让你活呀 战争会本身就会带来大量的伤亡 你要觉得说不抵抗就能活下去 我推荐一部电影 钢琴师 哎 钢琴师就已经把这个 嗯 投降的问题已经阐述的淋漓尽致了 有人说不抵抗能活吗 不抵抗不能活 甚至还更惨 哎 然后那部电影为什么能对奥斯卡讲呢 非常非常写实啊 说犹太人 你认为反弯犹太就不会反俄国人吗 司马玉 民粹这个东西啊 只要反什么东西很快就开始反 不叫海上钢琴师就叫钢琴师 至于说男主是不是天降熊师那个反派 我不知道 但是那篇子看起来啊 对人性的阐述 对战争的残酷啊 非常到位 就来回答微星微物的问题 不上战场行吗 问题是不上战场更惨啊 就是上战场还有一线生机 不上战场 透了 不是你投降 人家 换句话有个问题 投降之后要你干什么呢 投降之后要 你觉得 就是你投降了 对方接受你投降了 对于对方来说 他们得到了什么呢 总要想求吧 总要有一些需要吧 劳动力 对 免费干活去吧 给发最恶劣的这个食品 能回 给口饭吃不饿死就行 累死了 或者是这个生命病死了活该 你以为投降了 对方就会养你吗 对吧 投降了 对方也不可能说 会享受 跟他国家的国民同样的待遇吧 相多了 投降了 干活吧 谢谢小姨 阿里斯 那可真的是生不如死 谢谢大娃小舅子 谢谢 这个东西就不用看战争片了 看纪录片就能很说明问题了 谢谢大娃小舅子 你说人能不怕死吗 在我的认知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不怕死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 我会夜观天象吗 我不会夜观天象 金梅拉木小艾说不建议看纪录片 说历史上都是什么时候才这样 你现在只是有新闻报道 然后你觉得这种事情很多 你觉得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出现社会治安案件 这很异常吗 不多呀 只不过现在是因为有新闻报道 我也无限放大了 以前的时候只有报纸 报纸的话能记载的能发布的信息是有限的 你的意思是为啥突然报道这么多 也没有突然吧 只是平时的时候你没有注意 或者说平时的时候呢 都在去应对更大的麻烦 就比如说去年大家都在这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 哪有心思管车了 人的注意力是会被转移的 不是没有 是这样忙着其他的事情的 至于说 说个最实在的 现在你看 别的国家 尤其身受疫情影响严重国家 他们还有心情关心 他们国家内的这个治安案件吗 不会的 所谓顾不上了 因此你觉得奇怪 我觉得 有的事情是 这事情是有一个什么 优先级的 事情是有优先级的 先解决最重要的 再解决次要重要的 然后呢 你永远都是看到优先级往下的 谢谢 多多点点 第一点等 你换句话说 有大事报道大事 没有大事就报道中不溜的事情 然后呢 在连中不溜的事情都没有了 就报道小事 你举个例子 前些年的时候 哎呀 啥事都没有 你看看 我说的是这个 北欧那些国家 福利好 然后呢 国际局势也稳定 人口也少 天天的报道些啥呢 有一个居民家的猫跑了 跑了几十公里 去找前任主人 有人那个流浪狗 这个就是没人管了 收拾站的时候 收拾的时候流浪狗下的小狗了 然后就报道这些 不 记者是会去抓新闻热点的 有大事跟大事 没大事就跟中不溜的事情 没有中不溜的事情 跟小的事情 这就是现实啊 你不要有太多的这种 就是说解读 谢谢多拿您那些事 在一段时间的时候 天天就是明星 是吧 今天明星在那个 谁家谁家过夜了 明天某明星又是 哎呀 这个 跟谁一起牵手了 然后呢 后天的话 谁谁跟谁谁离婚了 好家伙 这个 铺天热烈都是离婚 那你说 难道 以前的明星离婚了 现在的明星不离婚吗 为什么呀 想过吗 为什么呀 想过吗 为啥呀 以前的时候 明星离个婚 哎呀 我别说这报道了 连本直播间都有谁我问 天后年我怎么解读解读 这个离婚的事件 人家离婚 我解读什么 中国离婚的人多了 哎 就因为是明星是吧 等你和记者欢迎思考一下 也就能理解了 这玩意也是有个优先级的 不要觉得奇怪 汪峰抢头条 天天失败 记者嘛 记者也是会 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情来动态的调整其采访的内容 换句话说 记者也是靠流量吃饭的 以前的时候是吧 谐音分篇新闻 然后呢 引起的反响比较大 啊 这记者就能成为名记者 现在的话 网络时代了吗 哎 直接发一些这些 哎 各种各样的消息 或者是以这种 门户网站新闻的形式出现 或者又是以这个 自媒体的形式出现 哎 那你觉得 换句话说 不是你关注这个了 是记者在关注了 说北京的离婚率到百分之四十了 离个婚很奇怪吗 哎 只能说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安逸了 以前的人呢 这个吵架了 最多吵架不敢离婚 为啥 离婚的话 麻烦太多 现在的话 都可以独立生活了 也不算社会进步 是生存压力小了 谢谢青云一白霓裳 你要想想 放在三十年前 离婚可是件大事啊 对吧 这要是谁谁离婚了 反正我也印象很深刻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爸妈要同事离婚了 真是能传遍整个的小区 那会不能叫小区 能传遍街帮司令 然后呢 在离婚之前的时候 还有一堆人去做工作 还这个局委会都出动了 要去谈啊 这双方都有过错 是吧 忍一忍 是吧 这个关上门来过日子 怎么怎么样 说现在离婚不是大事吗 对于个人来说是大事 对于社会来说 早就习惯离婚了 没说吗 离婚率都40%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以前一年都看不到一件的事情 意味着现在这个十天半个月就看到一次 你觉得是不是大事呢 谢谢明头彭 谢谢纯瑞吉他手 高兴了一年结婚离婚三四次 有啊 这也不是社会更加包容了 是社会这个物质丰富了 就是大家能够去忍受离婚的成本 谢谢 单音乐 谢谢 在广州深圳离婚太常见了 中国离婚率最高的两城市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对离婚相关话题 相关离婚率的问题 没有关注过 只要不骗婚就行 你要说骗婚 不前一阵子 短视频啊 有人在刷短视频 哪都我忘了 反正是一个北方首分的 嗯 刷到什么了 刷到自己刚结婚 没几天的老婆 正在跟人结婚的 然后呢 再一开始去问的话 就是自己老婆 这不对啊 报警吧 你报警 还有一25万家 我表示离不起 哎呀 看来好文四兄 人家挺有钱的 嗯 你看看那两个小青年 六年离离合合搞了七八次 搞得民警 民政局的结婚创口和离婚创口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们 这种反而好啊 这种就是说不容易散呐 对吧 心情好了去领个结婚证 心情不好了就是去领个离婚证 然后彼此是熟悉的对方 嗯 嗯 这两人是把结婚当谈恋爱了吧 嗯 应该是这样 哎 就是 嗯 领证谈恋爱 啊 然后呢 领证这个分手 哎 分为首首 这个 你们这25万都是良心彩礼 好家伙 这是漏习啊 如果说啊 有什么漏习需要改 我觉得这个肯定算奇异 对 能能能能你想吗 结婚离婚都七七八次的 能能能容易散吗 不是双方父母心态 真好 父母一看 哎 作曲吧 作曲吧 啊 两口子是吧 哎 怎么样怎么样 说拉动民政局 GDP 嘿 有以前领结婚证的时候 还交比较交钱 现在的话很便宜了 好像就交一个这个几块钱的 那个就是公本费 嗯 哪还像这个以前那样了 现在结婚可便宜了呢 说算了吗 他俩不容易散 你都快破产了 每次结婚离婚都要白酒收离 这谁 等等 这俩该不会是把结婚离婚当做这个 哎呀 增加额外收入的这个手段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每个季度来一次 这谁也受不了啊 你是跟男方熟还是跟女方熟呢 如果跟男方熟的话 你得想着 有什么好事啊 都得把男方叫过来 这扛不住啊 算了吧 每次都要白酒 你看都说了 每次结婚离婚都要白酒 连离都要白呢 这这这这这这过分了 你是男方的 回来的时候也说 啊 这专业良女仔 这这这这这过分了 分分合合七八次了 也就是说九九七都买了买了乘二 结了几年了 平均一年要好几回吧 这家里的狗下载 白酒还过分呢 谢谢 圣女雷腿 谢谢 亲朋好友已经在问候家人了 哎 其实你要想结婚的场面 肯定是很很有趣的啊 又结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啊 又结了 又又又结了 六年平均半年一次 嗨 有毛腻 这肯定有毛腻 你回来跟你婆婆怀怀 你不能这样 半年来一次 说到这种 我小叔 房子买了卖卖了买 每次都要瞧前夜 你吐了 这都是人才啊 谢谢 追猫了 谢谢 哎呦 真的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你这 半年一次 实在是扛不住 真要说一般关系的话 可能水里还少一点 真要是关系特别深 你要这么随下去的话 要是好朋友的话 一次怎么也得 一千两千吧 一年 这个拿两回 一年光 这一个人就要从你那儿 嘎走四五千 哎呀 那对我来说 我也各嘎不起 我这种就可能说 小两口是吧 这个太率性而为了 谢谢 红风四秋凉 这只能下次应该说 哎兄弟忧着点啊 过分的黑 能不能把频率 这个拉长一点 哎 半年一回 你敢不敢过 我那两年一回啊 谢谢A9004358 嗯 我展示人才 谢谢游客鑫 把结婚当过家家了吗 现在属于那种 啊 算了都不怎么来往 后面几次我就叫 朋友带个200过去 投两次离 还劝劝 后面都懒得理了 哎 行了 哎呀 这种就属于过分了 过分了 看来呀 搞直播实在是有太多的有趣的事情了 好那大家这个咱们一会儿四时的时候来讲今天的兵剑 今天呢是讲兵剑的最后一刻啊 因为前面讲的都比较这个随意 也没有太过认真的去整理啊 然后呢 明天会开始讲这个自然灾害与生活 然后等到自然灾害生活与完了以后 我再重新整理一下兵剑 好给大家讲一讲 要不要讲的太空泛了 说以后结婚这种东西消失也说不定 本来也就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产物 也不会啊 你要知道人啊 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物 有人活着是为了物质 有人的话会偏精神一些 婚姻对于那种有精神追求的人来说神圣无比啊 戴着隐形眼镜的人眼睛会放光吗 你说的是美瞳吧 新闻美铁啊 美瞳好像会 但是你像我同时戴隐形眼镜 没刚才眼明放光 还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就是隐形眼镜品质不够高啊 明清想要离婚那可是有条理的 女子有七处自罪 男方才能写修复 明天是七处离婚的话 那难度可大了 会你戴着隐形眼的就放光 哎呦 在这个动漫展上我看过有人戴着那种 隐形眼的美瞳 反正在动画的就是在动画当中 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和谐的 然后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怎么看怎么都不和谐 你差点被一个妹的眼睛给吸引到了 哎 你那叫一见钟情啊 跟眼镜没有关系 什么隐形眼 戴着轮回眼不帅吗 戴着轮回眼的话就更奇怪了 哗的 你说的妹子眼睛比较大吧 一般来说 呃 眼睛大的妹子在水汪汪的话 有那种动漫的这种感觉了 就特别特别的吸引人 尤其是戴着口罩 就会给人以无限的这种就是联想 说一见真情真的有 有 小咖喱事件 这个 你也不能说没有 有 只是比较罕见 看 一说就是眼睛大 然后戴口罩 让精卫家的孟小安呢 冲向了无限的遐想 想多了 哎 不能说一见钟情在而摔杀而解 哟 嗯 眼睛大看的你有些时候你都不敢看 还要再送你一句话 直接听着人的眼睛是很不礼貌的 而且呢 你想太多了 戴着不敢太强了 谢谢走静周 谢谢 不是看到之后就像拔不出来一样 是因为你对他的面容有了无限的遐想 你已经啊 为你的想象所困惑 有一见钟情的科学还可以解释叫什么 信息速互相吸引还是什么的 这个我没听过 但是我知道有一见钟情的 说有工作有点自私的追不到 没工作没背景能找来些婚吗 看个人喜好咯 婚姻这种事情我也只能说 嗯 没有任何建议 挑你认为合适的 谢谢 顺其自然 84364 谢谢 原因是 既不能不看物质 也不能过于物质 不 你是被眼睛加口罩给控制住了 被你的想象力给控制住了 至于说 感觉 哎呀 你被你的这个感官所欺骗 你不知道吗 谢谢 谢谢 没有那口罩啊 那说明他长得很漂亮啊 颜值很高吗 眼睛很大啊 嗯 对 你说的对 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 如果说只有面包 然后你想着靠面包就能维系爱情 我也只能说想多了 嗯 嗯 你感觉你可以盯着他的眼睛 一直看成熟点吧 嗯 一直尝试下盯着一个妹子看 那是很不礼貌的 除非你俩很熟 至于说 能不能擦出爱情的火花 嗯 我觉得这事就要来讨论讨论 思缘了 好 今天讲兵剑最后一课 也呢 给大家是吧 放个大招 哎呀 来讲讲像兵剑这类的课程 啊 这类的知识 到底能拿来干什么 古人说呀 啊 有相面一说啊 这看这个人之兴吉啊 吉凶啊 其实呢 兵剑呢 是观人 嗯 观人啊 知道这个人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而且还要知道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做什么 对吧 用人嘛 第一是吧 第一要培养人才 而且呢 还要去塑造人才 哈哈哈哈 一个定着妹的看 能不能擦出爱情的火花 你不知道 不过能擦出爱情的火花 是一定的 这个我也认可 很不礼貌啊 哈哈哈哈 爱打不一定 被骂是肯定的 就看是直接被骂 还是心里被骂了 嗯 对于妹子来说 肯定一看这样的 有病吧 所以 亲妹子孟小安 成熟点吧 谢谢 我俩之间 本来还有一些希望 是吧 两个人在一起 谈谈天 是吧 你这一观察 估计是 好感变成零 然后厌恶感加一百 然后就剩下一句凉凉 好了 我感觉我这要下 刮风下大雨了 擦擦口水 见妹子流口水 就更加势态了 哇 说实在的 这也就动画片 能拍出这样的效果来 泡妞直播节 不 啊 长沙的妹子 你那你挨打是肯定的 说明香妹子很破辣呀 啊 就看是单打 还是混合打 好吧 嗯 嗯 好 那么我们来今天讲 冰剑的最后一个 神态 很难理解呀 神态 哦 这下好说了 金木家的孟小安 去看刚才那个大远镜的妹子 啊 看得目不转睛 越看有吸引力 大家会觉得 此时那时那刻的孟小安 会有什么样的神态 嗯 那么能反映出来 这是什么样的性格 是吧 有感觉了 好 带着金木家的孟小安的这种状态 我们来读这段话 曾国藩说呀 容貌者 古之鱼 常左古之不足 情态者 神之鱼 常左神之不足 久读官人精神 乍见官人情态 大家举止 羞涩一家 小儿行藏 跳叫欲诗 大指一变轻浊 细处 坚论取舍 说人话 说人话 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那咱们来说 举个例子 不同的人 发脾气是不一样的 对吧 大家应该深有感触 你身边的人 生气起来 肯定不是一模一样 各有各的表现 是吧 有人喜欢是吧 叫怒目金刚 有人喜欢是拍桌子 吹火的瞪眼睛 还有人直接喜欢 浮信而去 然后呢 更有人是吧 干脆就破口大骂 骂了人是狗血淋头 当然了 再接近一点的话 能动手就别吵吵 都叫发怒 神态 大家可以想一想 对应不同的 这种发怒的表情 都是些什么人 人呢 都是一样的 有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 那么这是人之常态 那么这里面要谈到一个什么 环境的营造 大家觉得啊 比如说 在工作关系当中 想要去教训一个人 让这个人知道 敬畏 那么就比如说 他要知道 你说 没事 没什么事 那我对下了 那咱们接着说 那么对于 不同的人来说 他发怒的表情是不一样的 他发怒的表情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在用人的时候 如果让其知道敬畏 有时候啊 就需要让他去面对不同的发怒的神态 有的神态是吧 能把事情搞砸了 有的神态能把事情办好了 这是一人之道啊 你看你们啊 又分神了 讲很重要的东西呢 哎呀 我直播不下去了 没有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 嗯 你看他们是吧 光打他去脑补这个 静媚家的孟小安的精神状态 和静媚家的孟小安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把握到问题的核心呢 好了 咱们再说一说 通过静媚家的孟小安 盯着一个妹的眼睛 就觉得非常有吸引力 那么我想问问大家 你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嗯 这实践呢 我说的最后一刻是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件事情 嗯 他跟妹子相处的并不多 我说的不多 是跟不同类型的妹子相处 所以才会如此失态 对吧 就算是貌若天心的妹子 真要是跟妹子相处多了 也就是那样 无非就是漂亮一些嘛 不 也就说明 他身边的朋友圈里面 女性成员是非常少 不是非常分不浅 你要分析他的经历啊 第二件事情 他跟咱们说的这么老多 啊 只是盯着妹子看 然后呢 比较觉得比较吸引力 但他从来没有说 他做过什么 他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一个内心 非常胆怯的人呢 然后呢 他又说了啊 都一起坐车了 为什么 这人因为他说有趣笑他 你怎么光顾着妹子看 没有一些实际的举动 他说呢 他们两人有相处的空间 这说明啥 经妹的妹 经妹一下的梦小安的 自尊心比较强啊 好 那么开始来进行性格拼凑 第一件事情 他 没有跟过很多妹子相处 涉事未深 或者说工作比较坚 或者是两种情况 工作比较单调 和妹子的 有和妹子交集并不多 第二件事情 对吧 胆子比较小 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动作 对吧 第三件事情 自尊心比较强 对吧 那么 短短的几句话 短短的一件事情 你已经把他的性格勾勒得差不多了 那如果说你身边当中 你作为领导有这样的下属的话 你想让他这样一件事情办好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嗯 成功吗 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有一个像经贵家的梦小案这样的下属 你打算怎么做 让他去做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啊 政治的方式是什么呢 先让他去做一件小事 但这件事情一定会让他 他一定会办砸了 至于说怎么办砸了 自己去想 为什么 等他办砸了事情之后 他会怀着一种愧疑的心理来到你面前 然后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劈头盖脸 用最大的声音给他一顿怒吼 吼他产生什么 畏惧感 然后让他产生恐惧感 接着一顿鼓励 哎呀 下次好好干吧 这次我给你担着 但是你下次不能这样了 这叫啥 恩威病失 一顿怒吼 是让他做事不会太出格 一顿鼓励 是激起他的自尊心 就这样他才能把事情办成 前提是建立在知人的性格上 但是如果换一换说 这个人 假设经不见的孟小安 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妹子 然后直接睁他眼睛小看 人家我表白了 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经验 是吧 而且性格比较愣 同时呢 你要去计讽他的时候 他会能给你吵起来 给你杠 说明这个人很冲动啊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下属 你该怎么用呢 这人喜欢杠 这样的人该怎么办 想问吗 这样人有个好处 你夸他呀 他为啥 他好强 他喜欢杠啊 就夸呀 把他夸的这件事情是个天下都没有啊 然后呢 先也让他办一样这样的事情啊 被注定办杂了 他会觉得觉得很没面子 但这件办杂事情会成为他的逆临 一提 他就跟你脸红脖子出的来 开始辩解 不 那么到了这一阶段的时候 你要拍下肩膀说啊 哎 什么也别说了 这事是我安排的不好啊 你这也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啊 我觉得呀 你是咱们公司最棒的啊 你是咱们这些 这些 那你的同事里面啊 最优秀的 别人办不好的事情 你一定能办好啊 你看看啊 我一进公司的时候就对你觉得 你另眼相看啊 一看你就是能成大事的人的 一顿鼓励 把他什么 跨到天上去 为啥 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后退 他抬杠的精神 需要他那种面子 要不是他把事情再办杂的 他面那都过不去 总之就是 你不需要给他 须于很高的后路 不需要给他谈很高的条件 他拼了命之后是什么 也会把事情办好 这叫不同的人 不同的性格 来做不同的事情 观察一个人 是吧 看一点小事就够了 打工人没有下属怎么办 那你就要想想 你能不能从一个打工人 变成一个有下属的打工人 然后你说我努力半天 根本就上不去 那你想过为什么你上不去吗 没有可用你的地方啊 那要是老油条怎么办 谈条件呀 老油条的话 说实在的 大家开诚不恭的谈条件吧 我想要什么 谈出你的条件来 谈得拢得你去做 谈不拢得话 你看怎么办 对吧 对于老油条来说的话 凡是最注重得失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上周 咱这边有一个水友 叫标二新 他这个人呢 就比较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赚钱的手段 应该是不那么光彩 但他在内心深处 又会对他这种赚的行为 也表示不屑 就是属于 我吃东西的时候很香 这个 但是也会对这种 吃东西的行为 表示不屑 所以就 老是怀念 自己在日本的时候 那种环境 原因是他在日本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什么 这个 外部势力可以依托 总之一切都得靠自己 那这里面他你就知道 他的性格就会表现出来 两面性 一方面是在夸发其团 另一方面又愤世其俗 人会都非常矛盾 但这样的人有的性格是什么 高兴的时候非常高兴 一旦发现不对的时候 立马是 这个 退的比谁都快 那么他有一种性格上的两面性 一种是冲的很猛 一种是稍有不对的时候 立马就会退的无影无踪 所以就可以点他一下 你看他这件事情 让一群人看到不好吧 你看当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 立马就会从这个直播间里面 消退 伤得无影无踪 你说这样的人没有用吗 这样的人其实非常好用 干那种风险性高 容错率差的事情 随时需要退的事情的时候 就要用这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事情本身永远不可能掌握全局 只有合适的人才能办合适的事情 把他杀出去 你放心吧 情况是不对 你就要 他就会退回来 给你少去很多擦屁股的麻烦 你看他退的多快 连这门都不来了 当然了 也不排除他 换个ID 改个ID 或者是不用ID来停 退的快不快 就感觉直播间已经没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 是吧 以前的时候 天天是聊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呢 一下子把他的这个风险的地方点出来的时候 无影无踪 这样的人是要做高风险 低容错 随时可以后退的事情 但是有些事情不适合他这样去做 为什么呢 需要扛压的事情 你派他 不要二新这样的水友 分分钟放给你看 因为压力刚一到 他先跑了 你这边塌了 这就是用人之道 从他的一言一行去推断他的性格 他的心理状态 然后你会发现稍微让他感受到一点点的风险 立马就不见了 当然 当他当他这样的人还有一种性格 就是确定没有风险的时候 他又会出来 你不怕他撂条子 我说了 扛压的事情不适合他去做 如果你就是作为一个直子者 你要明白手里面的每一个子 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让不要二新这样的人去做扛压的事情 你把你自己就害惨了 同样 你要让扛压的人去做那种随时可以后退的事情 你也被害惨了 该退的时候不退 到时候怎么擦屁股呀 你说你不怕撂挑子 要的是他撂挑子呀 了解人是一个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用人则是另外一个要掌握的技能 没有 就比如说你要想打仗的时候 先要把刀子磨立了 请问怎么样才能把刀子磨得既锋利又折不断呢 就是我说的 刚才经过一年的梦想 把他自己暴露了 那就让他去做一件肯定会犯错的小事 然后劈头干点一顿骂 再一顿鼓励 然后就让他去做事情 像我那个喜欢抬杠的让他扛压去 他没脸退 对啊 对于喜欢抬杠的人 最舍他做扛压的岗位了 他的自尊心 他的尊严 是吧 就是说不允许他退 如果想退的时候 再派几个人过去跟他聊一聊 行不行 是不是扛不住了呀 他立马会说 谁告诉我你 我扛不住的话 这事没有出了 我还能真的扛得住呢 他死都能扛在这 所以我说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大招 只能一会不能言传 对吧 久住官人精神 乍见官人情态 几句话就要看透一个人 然后接着 下面的路该怎么走 旗该怎么下 你得想好 对吧 这晚上不像你打游戏 弄一大堆的属性值 是吧 让你去参考 一切 都是在评估中 然后剩下的是吧 等你能评估人了 等你能用人了 才有资格去做事啊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这盘旗该怎么下 马宁远是属于什么样的人 马宁远是属于是吧 他觉得他自己很聪明 但实际上又不够聪明的人 所以他最适合去做那种 聪明反备聪明物的事情 谢谢森田英俊兄弟送的大挥机 现在理解的精髓了吗 佛系的人怎么管 简单呀 把一堆佛系的人纠结在一起 然后丢条鲜鱼过去啊 会了吗 是不是 师父从今中八十始则 给兄弟瞬间开悟了 你可以把一堆佛系的人 集合在一起啊 然后再丢条鲜鱼进去 然后就会出现 数于静而风不止啊 这都是比兄弟送的花 这个飞机 不是一起来摸鱼 最厉害的是丢个鲜鱼过去 这才是精髓 先把他们集中在一起 让他们干什么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 先撞几阵子嘛 让他们习惯嘛 再丢个鲜鱼过去 丢鲨鱼 鱼都让他吃光了 当然不好了 要丢鲜鱼 所谓搅局者 能叫他天下不安 才有竞争嘛 鲜鱼是不会佛系的 佛系就不叫鲜鱼了 你要说丢个佛系的鲜鱼过去 就说明你上来就选个佛系的人 看人不准啊 就比如说 你把大海外丢过去 你认为他会滑水吗 你认为他会躺平吗 对吧 当一个比较松散的群 开始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争论不休的时候 丢个让人反感到大海外进去 马上就会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现在懂了 这叫啥 有一个共同针对的目标了 所以你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大二万两的人 不把他们抓起来好好批评教育一下 抓他们干什么 是否学会了点什么 公知 公知觉得自己很厉害 其实公知也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为什么能在那 咧咧咧咧 说佛系大佬 一个团结起来打败鲜鱼 那再塑造一条 对吧 打败鲜鱼的过程 其实就是干活的过程 为什么你看方方的日记 那么活跃 也没有对方方怎么样 懂吗 因为需要 否则的话 怎么能团结一致去对抗疫情 怎么能团结一致来接种疫苗 怎么能团结一致去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一过之后 你以为那么大个国家 那么多 这么多人 想要去集中力量 去办一件事情 单靠喊口号能行 单靠发布点政令能行 说鲜鱼会被同化吗 或许会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发掘新的鲜鱼 没了鲜鱼 就丢条鲜鱼B一记去 没有了鲜鱼B 你再丢条鲜鱼C过去 这叫艺术 对呀 当佛系的人阻止起来 打败鲜鱼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佛系的人了 你目的达到了呀 有时候你说 这群人怎么划水呀 骂也不好使是吧 拐也不好使 丢个鲜鱼过去嘛 这些半夜伤身 纵容行为 没有纵容啊 换句话说 维心为物还有一招 要用条狗的时候 记者永远会要给狗 脖子上拴条链子 拴不好链子 狗可是会咬人的 至于想知道链子该准备刷 怎么拴 那就以后了 有需要的时候 咱们再讲这个 鲜鱼把一群护人 忽悠了怎么办 那就是你选的人有问题 谢谢半山闲人 丢几条 我说了呀 慢慢去想 鲜鱼是个体 不是群体 对呀 你看A92004358说 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可以是杀鸡井猴的鸡 懂了吗 现在明白 冰剑是在教什么了吗 皮毛啊 我讲的永远都是皮毛啊 这属于什么 社会学当中的血轮演呐 谢谢 好 完结散花 那么等明天 自然灾害与生活讲完之后 来给大家讲一个什么 来给大家讲 冰剑的细致版吧 你听了个寂寞 你已经成熟了呀 过了今天晚上 长大不少啊 孟全 你不是被扒光 是因为你太冲动了 自然灾害大概要讲多久 这次会讲的比较久 而且里面的很多内容 在直播间潜水的公务员的水友们 你们最好可以继续潜水 但是还是要认真听 很多内容是 哎呀 升官家觉得官在呀 冰剑我是随便讲的 大家都很有兴趣 是吧 也瞬间明白了 冰剑是一门什么样的真实 那就只好整理整理细讲呗 怎么样 识人变悟啊 怎么样 下棋啊 对吧 连下棋都不会 动不动就说 指点江山 哎 不会下棋的人 不会指点江山的 谢谢 焦北无亦凡 谢谢 所以我说呀 有人总说 曾国藩增剃头不怎么样 你不觉得曾国藩深不可测吗 哦 其实我很久前就看过冰剑 但看了个寂寞 看不懂是吧 所以我说 啊 这门知识啊 是你花十万八万也学不到的 说要会下棋 需要去下棋 一想多了 会下棋 要学会一件事情 观其不语 真金子嘛 看破不说破 这个世界是吧 很有趣的 不要没事想着去下棋 下棋可是很累的 有八三摩是这样 你觉得我什么可凑 我太惨了 万简华 你看看 哎呀 开个直播也是混的是 哎 凄惨落魄 你就别说了 我已经惭愧惭愧 今天我媳妇说的啊 你最近怎么也不推销 推销查页啊 哦 忘了 等 等 那回头了 是吧 哪天精神状 哪天这个精神状态比较好了 好好宣传一波 谢谢 谢谢 对我很直接的 我说了 刚才有时候说要割韭菜 我真割韭菜 我就搞会员制了 是吧 最起码 哎呀 这个 这个一级会员 二级会员 三级会员 肯定还能多赚不少 但我觉得还是那样的啊 知识它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说知识应用付费的话 哎 那就把更多的人隔离在知识在外了 这世界本就不公平 那么总要续续掌握一些 是吧 能看穿事物本质的技能吧 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茶推荐啊 最近的话 那个西半山的散茶特别好 黄金牙还有少量 过了今年就要等明年了 嗯 你每天睡一觉 就已经跟老曾有三分之一一样了 可以啊 再努力努力 92004358兄 我是什么呀 我是一个混的比较惨的 大家晚上好 谢谢天降奔猎兄弟送他 谢谢 只是说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 这是一门怎么样的知识 如何是吧 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人啊 他都是有各种各样毛病的 不是谁都是六边形的啊 各项指数都是满的 要量财而用 其实这门之事说实在的啊 还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是吧 可以搞得天翻地覆 举个例子呀 比如说是吧 我只说比如说啊 不代表他真的存在啊 也不代表真的有人做过啊 只是比如说 比如说某地是吧 民粹特别盛行 然后呢 这个宗教气氛又特别浓厚 其实你就有时候就会给一种建议 是吧 你如果说 不支持这种宗教信仰的话 就会伤及民粹 最终就会反噬自己 失去一切 然后呢 在这种心理暗示之下 是吧 他就会在民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剩下事情就可以干什么 啊 干自暴了 对啊 只是比如说 我刚才讲的你真听了个寂寞呀 为什么呀 我觉得你的收益应该是最大的呀 孟小安 最起码你现在已经知道很多事情该怎么办了 不好吧 或者说听完我刚才这个就是讲完了之后 你已经知道 不会再那样看着一个妹的眼睛被吸引到了 某地我只说比如说是吧 并不代表它真实存在 仅仅是打个比方 知道不能看妹的眼睛 下次看都行 对啊 欣赏美丽事物是正常的 不用觉得愧疚 但是别失礼就是了 嗯 我的记恨老先没有刷2000个超火 哈哈哈哈 嘿嘿 谢谢07312569962 我估计想说2000个超火 不要去想了 还好你及时克制住了 你不觉得你的克制是多余的吗 好无意义啊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对吧 其实你要知道说不定妹子也会一种期待的这个目光看着你 你怎么样是吧 来建立彼此的联系 从而通过这种联系来增加双方的感情 这才是手下考虑的问题 至少来说 妹子没有对你这个很无视 妹子没有把你丢去一边 说明在妹子心中她不讨厌你嘛 嗯 因为有人在追妹子 你克制一下 请问 有人追妹子 你要克制是什么意思呀 我又把表示理解的不能了 我说的动作也太难了 有句话呀 叫 你这些成功可能就差那么一丢丢 换句话说 过的不是妹子那关 是吧 是自己那关 是拿大刀砍蚂蚁 刚认识的 哦 那可以观察观察 那妹子到底是 跟你是平水相逢呢 还是打心理里面不反对你呢 是吧 嗯 哈哈 哎 呵呵 这说明啥 孟小安你这 哎 建议四千的狠啊 嗯 按理说啊 就是说 你喜欢一个妹子 应该是跟妹子相处比较久之后 然后呢 觉得 她在很多方面去符合你的虚 这个审美观 那么才有就是说 追的必要 如果单单对颜值的话 你有句话叫做 但凡漂亮女明星你都爱是吗 嗯 谢谢默口CN 谢谢 哎 这种东西啊 就是说 单看外表是不行的 两人在一起啊 能够友好的相处才是最重要的 否则的话 性格不合 那可才是要了亲命了 我就见过这样的呀 嗯 这还真是身边同学 好家伙了 那你双方都是同学 哎 双方在没有经过足够了解的时候 居然谈恋爱了 谈了恋爱 关键是还属于那种上学的时候互相有好感 然后呢 嗯 没有过多接触 然后等到这个上完学了开始谈恋爱 然后性格严重不和 结果是 哎 三天一小吵 是五天一大吵 哎呦 谈恋爱又不是结婚 你可别说了爱学习的汤姆 结婚有时候反而好了 可以一切进行量化 谈恋爱的时候 有时候充满了憧憬 哎 伤心的 嗯 谢谢反弹琵琶上扇 谢谢凌波 所以要充分了解的时候你要再去考虑追还是不追 性格不和到那个时候了 哎 想往前深入深入不了想分又分不了 难受呢 说现在哪有那个时间 有没有啊 看你个人怎么安排了 除非你说我要有时间 呃 玩游戏 我要有时间这个就是出去这个旅游啊 你要说把很多时间安排成这个样子 我 无话可说 那这种妹的话 跟游戏过去吧 啊 谢谢小方一 要是事业 忙事业的话 我倒表示啊 这一点很好 因为 对于追求事业的男人来说 事业越成功 对妹的吸引力就越大 相反 追妹的花的时间就越少 那从不容易意义上来说 你的努力可以节约你泡游的时间 也不亏 啊 你是不是来晚了 没有啊 这个刚讲完兵舰最后一刻 当然你也不用这个感觉到亏了 因为等 想让完自然灾害与生活的时候 咱兵舰会开个大的 对吧 很多水友都觉得这是一门有趣的知识 那咱们再讲讲怎么学以致用吧 我说这也是看情况 有人缠着就等等看 哎 你看 梦想完就属于一个什么 天生的乐观派 你把你的成功建立在别人一定会失败的基础之上 请问你哪来的自信别人就一定会失败呢 这叫啥 这属于先天的性格缺陷 注意啊 这不是性格特点 这是性格缺陷 一就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别人一定会失败 这不只是这个就是说追妹子了 很多事情要这样去想的话 翻车的时候会翻的不要不要大 说成为亿万富翁的时候 等妹子来追你 虽然说成为亿万富翁会有很多妹子追你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很多那时候这些妹子当中的绝大多数追的是钱而不是你 所以还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谢谢川儿龙的亿万人 谢谢谢谢 不是他是一不是不思虑败啊 他是想的太好了 是吧 想别人一定会失败 哪会这样啊 不喜欢争 这不是争不争的问题啊 你以为 谢谢多了一点 这是工作呀 你要让闲呢 谢谢GQA00 其实你知道知道你怕什么 怕我就怕你一件事情 就是在日记月累的相处当中 然后喜这个人 喜欢妹子已经是喜欢到无以路表 好的好的好的 行 萝卜先溜了 一开始有事忙 行 你先忙着 有事先忙着 这是什么 就是怕就怕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产生好感 结果 哎 没问题 没问题 结果呢 就是被别人啊 得手了 回头你会陷入到 无限的懊悔当中 你还真有这种让闲的心态 哎 嗯 这不叫让闲 如果说你要是让闲的心态的话 我送你一句话 千万要跟这个妹子拉开距离 丑则呀 看到眼里巴不出来 最后啊 男生伤心落泪的是你呀 嗯 哎 有没有说说你完全小礼物 竟然能过三星哎 果然是儿童节 难道我的这个少年时代又回来了 不能不能回到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挺失败的 哎 我的少年时代我一直在思考人生 关键是思考都不对 谢谢恩然 谢谢不一样的血 直到过了少年时代的时候 我才开始顿悟 谢谢科学主播 谢谢 让闲是什么鬼 人说呀 这个 这个 心理学称为双驱双屁冲突心理 哈哈哈哈 看来清明一般一场兄弟是研究过心理学的呀 嗯 别哈哈哈哈了 总之就是说啊 要选一个让自己不难受的结局 简单来说的话 你要对那位子真的喜欢 我觉得不妨追追看 如果说真是怕失败 那就一定要保持距离 千万不要让自己喜欢的妹子 至于说 你要想做看别人的失败 其实最好不要看 因为别人失败会给你造成心理阴影 你也会害怕像对方一样失败 到时候患得患失 本来不会失败的事情 反而失败了 哈哈哈哈 说现在由于要不要上到武汉开阔新市场 工作是工作 恋爱是恋爱 工作上的事情其实要这个就是什么 更加需要细致的规划了 这跟谈恋爱不一样 谈恋爱的话 有时候要去遵循感性 但是工作本身是绝对的理性 甚至啊 有时候是违背人性 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啊 去说自己不想说的话 还有啊 不要在自己头脑发昏的时候乱做决定 自尊心太强 不想输 哎 再送你一句话 这世界上有不败的这个君王嘛 世人都会犯错 对吧 自尊心 自尊心强是好事 是你前进的动力 但是你要说不想说 哎 有时候你接受现实啊 谢谢老七六八六一五 欢迎兄弟加入天长阁 嗯 嗯 对呀 不要在头脑发昏的时候做决定 否则会陷入到死亡螺旋的 谢谢老七六八六一五 兄弟送到粉丝音光棒 这句话是针对所有谁有说的 这是兵家大计啊 嗯 止损啊 有时候啊 就是从冷静下来开始的 其实你看最近那些 炒虚拟货币的 不就是不会止损吗 因而再套再套再套 套到最后的时候 哎 再想抽身就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呢 又想赌最后一把 最后是万劫不服 很多失败者是怎么来的 尽管说失败者会让人觉得同情 会让人觉得惋惜 但很多情况下 只要非客观因素 都是自己做的 嗯 谢谢 轰慢的 你是看顺了 设施卫生 提前下手啊 这叫做老油条去泡 这个小仙 叫什么 叫小姑娘 嗯 妹子喜欢安全管吧 不说人家庄家就喜欢不服的 哎呀 怎么说呢 跟庄家 这个 打擂台 首先你的意识要强于庄家 原因是你在资本上是不占优的 所以就天生就是 嗯 有劣势 你再不能在智商上去碾压对方的话 其实赚钱就很难了 但是如果在智商上忍压对方的话 你还要学会一件事情 是吧 只喝汤不吃肉 你不能说庄家还等着吃肉呢 你把人家锅都端了 恐怕这钱穿不到兜里去 说赢不了庄家吧 也不会啊 你看马斯克不就是吗 先这个半路杀出了程咬金 然后呢 伪装成帮庄家的 回头的话就是 哎呀 这个赚了钱之后 立马就是把锅都给踢了 哎 结果 谁知道私底下 老马是 第一 付出多大的成本呢 你说庄家有庄家的团队不假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J330 永远都是有变态的 因为世界存在变态啊 这也是什么 幸存者偏差 你举个例子 对于很多人而言 是吧 国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是一个绝对不可挑战的权威 但是你会发现 对于极个别变态来说 国家的韭菜也照样割 不是套啊 这就是变态 这个华尔街就有这样的变态 那么 你说美国强大不强大 强大呀 割美国韭菜的人又不是没有 割了又能怎样 苏洛斯哥了多少个国家了 所以你不要否定 不要就是说 哎呀 总有这种 个例 是不是犹太人不重要 关键是 在这个人的这个族群当中 就是 会有极其稀少的罕见的变态 他们总能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哪里有兵舰直播回放呀 不着急 选哪里 咱们会做一个全新的兵舰的专题 等自然在海与生活讲完之后 这个这次讲的实在是太草率了 既没有这个录制 也没有做些样的准备 我喝茶了吗 吊丝之神 最近想买茶吗 好久不见 最近还好吗 稀客稀客 有多久没见了 超过半年了吧 哎呀 看你斗鱼的级别还没长 这说明一件事情啊 直播看的好找啊 谢谢用户 三一一八八七三四 不太好 我辞职了 哦 原来我说了 当一些水友开始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回来问我 你准备创业 那恭喜啊 能有创业的想法说明 这是已经决定 要干一番事业了 你先睡觉了 今天会做好梦了 有提高是吧 说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一见就问买茶吗 你看好久不见 他一上来就一问我喝茶吗 他一上来问我喝茶的水友 我最爱问他买茶吗 我除了你一块心病 不客气 辞职 创业 好 那大家要来 现金宣卖吧 屌丝真是说 兄弟说他辞职了 然后又说要创业了 那能得出来什么结论呢 两句话 不太好 我辞职了 然后 俺准备创业 记得节目给我寄请帖 不用吧 直播间宣布一下 大家恭喜就是了 谢谢未来未去 谢谢三色座MVP 第一件事情 他所从事的行业 受到疫情的影响很严重 以至于收入直线下滑 所以他说不太好 这种不太好 并不是说工作不顺心 是收入的下降 以至于他看不到希望 然后下一句 我辞职了 那就说明 不想干了 按理说 在一个行业当中辞职了 有可能是跳槽 因为一跳槽 能赚的比较多 他没有选择跳槽 说我要创业了 这说明是行业问题 至于说他要创业了 显然他现在 没有处于创业阶段 因为创业阶段的人很忙 没有时间看直播 没有时间来 确实去询问 这也说明此时此刻 他的心也很胶着 说要创业 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创什么 考上了很多项目 也还没有决定最终要做哪个项目 鸟子正神 出来聊聊吧 是行业不顺利 一般来说 载业公司工作不顺的话 跳槽往往能加薪 对于多数人来说 首先要考虑的是跳槽 嗯 嗯 那有人问冰剑是教什么的 诗人变悟啊 我不是一天天消 现在你能意会了吗 要从一两句话当中 去抓住一些细节呀 屌子这神就跑了 哈哈哈哈 哎 又说明一件事情啊 哎 对于工作不顺心这件事啊 还是不希望有人拿来说 哦 从侧面印证啊 家庭压力比较大吧 这直播间是开口眼睛的地方 是啊 所以我们来自于天南海北 其实这样也不好 因为什么事情是吧 一说了 说多了 慢慢的大家变得不用 不说话了 为啥 怕被说中心事啊 这也很尴尬是吧 我应该想证明 这门知识确实有用 另一方面证明的结果是 大家会变得沉默寡言 你看天火其实也很难呀 是啊 这个得练呢 咱们等到这个月 公主你下个月了 好好讲啊 一点点去分析 争取让直播间的水友们 掌握这门技能 你大概就是被我说中恩赐 还觉得多来点 花大老虎说 主播能说的我好好好奇 那我只会说这样送花大老虎这句话吧 平时少抬点杠 那吃的亏就少一点 不知道你认可不认可我这句话 平时是吧 少抬点杠 亏就少吃一点 我是我自己的终结者 不是华华华华520 以前这门知识是吧 是用不到的 以后大家要用到这门知识 所以需要到讲的这个需要到讲这门知识的时候 是吧 那可以讲了 因为以前讲的没用啊 后面的事情大家要用啊 你不太看好多年了 是这样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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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门知识 大家以后都会用到的 然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 什么时候用 竟然到了 我昨天说土木的逻辑是什么呀 别急嘛 明天讲自然在汉语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土木的逻辑是什么了 然后因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啊 感谢黑色和阿雄开的火力全开 来 大家开心开心 谢谢正学启蒙送的粉丝光棒 有 又日子没见了 谢谢 谢谢花了大老苦兄弟送的大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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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哎呀 我提醒了曾国藩 嗯 他的兵电太好收礼物了 嗯 说请问零基础学一门技能 这个 嗯 什么玩意最实用 最好用 零基础啊 什么都不会是吧 未来哪种技能比较好用 嗯 练块 把体格练强壮一点 能干苦活累活 未来超好用的 别问为什么 真的很好用 什么方便的销售 练块就行了 不是搬砖 就是 这个 谢谢梦到人生长 思梦 就是练块 嗯 搬砖 干什么 干活啊 谢谢 因为未来需要体力旺盛的人 所以需要那种 能这个 哎呀 就是 能干重活的人 不是工地缺人 嗯 工地上还用要这样的人 对啊 需要有耐力的人 嗯 嗯 未来治安 治安有什么堪忧的 体力旺盛啊 嗯 谢谢不爱 毛的薛灵 那第二呢 除了这个次质的是啥 听话 你刚才有说了 能在洪水里扛麻袋 对啊 这玩意不是想不想学 问题是想不想干 对 能在恶劣环境下干活 说的很对啊 你看点题了 靠谱 但是我觉得 嗯 这 现在说 未免有点不太好吧 来 叫叫什么 将来 来日方长 还不到着急的时候 啊 放着现在眼前 什么 悠哉悠哉的日子过 不好吗 这些神要不神要说 炼金融吧 金融有什么用啊 哎 谢谢黑色烤拉熊 谢谢 嗯 钱给够 嗯 钱 给不给够 我不知道 反正是吃的是管够 嗯 说一百周年 换点说 一百周年 直播家一百周年吧 我觉得直播家一百周年的话 应该是后继有人了 谢谢A9104358 别对未来太好奇 对吧 好奇太多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担心 现在生活该怎么办 你看我对未来就一点都不好奇 毕竟有那么多大佬在前面顶着 看就行了 那要我孙子来给我啥火箭了 哎 看来我得研究长生之术啊 谢谢Snow加J 谢谢 你好奇 你不用好奇 三兄兄 什么都不用好奇了 对你 我送你四个字 活在当下 感觉在我直播家不带牌子都不好意思发弹幕了 不至于 不至于 本直播家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说 怎么怎么样 你原来好不让为啥被封了 你可以看一看 如果是全战禁言的话 一定是超晚风的 能吃吃能喝喝快快乐乐的生活着 对于三兄兄来说 现在就是活在当下好好干活多赚钱就完了呗 你觉得那个时候我在直播间给谁用扫墓是吧 然后一说是天火要去过这一百多岁的生日了还是过两百多岁的生日了 回头了就直接不用叫做天火直播间了 王八直播间了 为啥 现在王八忘记那规模 像一千年活着 登陆都登不上去了 看来是直接被系统上号了 别想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能把未来十年处理好就不错 然后把未来十年做好了 再想想下一个十年该怎么办 哎呀 我记得 顺便张个魂什么的 成迷信直播间了 你看天火老猪 后面括号说 我没有秋迟钉耙 对呀 能把未来十年过的做好 我觉得 就对直播家所有事有说呀 每一个人如果能把未来十年做的比较好 你就已经超过了百万九十的人 别的我不管保证 中产肯定能进到 谢谢Z100X0451 谢谢好文349830233 但又谈何容易呀 哎 你又我就这么说吧 最多消停俩月 怎么俩月都没有 消停一个半月 然后到七月底的时候 让你看一看 什么又是一堆幺蛾子 别问我幺蛾子是什么 反正到时候大家 只能把 无奈打到弹幕上 关键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你现在很闲吗 不是很忙吗 现在如果很忙的话 就做忙的这个活就完事的 内斗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我看呀 这下半年呀 要斗得没完没了了 这也专业二奶 我都告诉你了呀 那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到下半年的时候 你看斗得没完没了吧 你最近在看万万座呢 被喜剧还精彩 国内跟国内没多大关系 这次是来自于国外呀 最起码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很多人应该明白 有时候啊 愚蠢的民意 害死个人 年冲一措各种 上半年就提前开锅了 说这冰剑路线怎么要获取啊 不不这个华华华520 冰剑会等自然在海语生活 讲完之后 开一期比较全的 会结合具体情况学讲 前面都是随便讲讲 也都没有就是说做剪辑 和录制 所以这个 等重新讲的时候啊 做成专题 谢谢原谅你一百次 谢谢 怎么刚开始讲冰剑的时候 大家兴趣不动 是吧 当发现冰剑呢 能和自己和现实结合在一起 又充满了兴趣 好 那就成为本直播间 是吧 今年的这个重头戏 咱们来讲冰剑 识人用人之术 然后还有一点啊 不要想要去下棋 能把人看准了就不错了 至于说能用好人就更难了 要说去引导一件事件 然后让一个事件 往自己喜爱的方向去发展 最后来得到自己喜爱的结果 那就不要去考虑了 谢谢篮子再走 那种境界可实在是太高了 没办法 真香 是吧 听着真有用 好 45的时候 咱们来讲今天的这个摩托时代 继续来聊工业化国家的日本 因为我们在聊日本的时候 经常会说 为什么当年清朝不能像日本那个样子 我以前也说过 船大难掉头是另外一方面 而且日本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和他的国情 可以就是说 用那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 那么但是中国想要去学 一方面是周边的地缘环境不允许 另外一方面是国家人文环境 跟日本有本质的不一样 因为这要聊日本的话 我们恰好能够通过今天的日本种种来去看 日本是怎么在通过明日微信 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谢谢可达亚爱思考 谢谢西蒙潘打 谢谢 说明直播间老板太多 是啊 直播间卧虎层龙 包括讲自然灾害与生活 要把直播间 估计直播间那些 在政府机关的水友都取是吧 都得竖起耳朵 都叫竖起耳朵 应该是都得准备好纸笔 记清楚了 说清末竟然有四亿人 我是没想到的 对啊 都说了呀 清朝把中国的封建统治推到了巅峰 那么这一点来说 是谁也无法去否定的事实 你别看现在好多搞民粹的 都不能说 把清朝掠过去 说明朝怎么怎么样 宋朝怎么样 唐朝怎么怎么样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前面所有的朝代加在一起 最终所取得成就没有清朝高 我不是有多不喜欢清朝 因为这是数据这个带来的 无论是就是说国家收入 包括国家的财力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整体的这个五倍情况 就是开疆阔土 内政啊 这方方位面的 清朝都达到了一个 封建统王朝的巅峰 对啊 清朝扩康是很厉害的 更重要一点是 手入基本盘啊 比如说以前 想要对实现 对远东地区的控制 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再比如说去控制新疆 你看在以前的朝代的时候 怎么做到的 至于说 清朝它是一个非常 七八的朝代啊 就是当封建统治 达到巅峰的时候 然后瞬间就崩了 就是我们从封建统治 来看的话 清朝应该已经 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 但是清朝的这种巅峰 恰好和工业革命 实在是重合的 清朝什么时候达到巅峰呢 乾隆朝中后期嘛 也就是说 1760年到1790年之间嘛 是清朝最辉煌的时候 当时清朝的这个疆域 达到了1400多万平方公里 那么 你要知道这是18世纪末 那个时候的英国 已经把战略舰都造出来了 只不过因为那个时候 人类还没有 就是没办法去组织 远洋舰队来 就是说爆发战争 清帝国又距离欧洲如此遥远 所以没有直面工业革命 大家的冲击 这就存在这样尴尬的事情 欧洲在快速发展工业 中国还在 正正田的这个道路上 是越走越远了 也不只是地瓜的功劳 是因为清朝整个社会的管理 嗯 就是去除了 前面历朝历代的很多弊端 对 可惜是18世纪了 就是清朝刚到巅峰 然后 纵向 横向对比的时候 就已经衰落了 纵向对比的话 是很强 嗯 然后就看到这么一个尴尬的事情 是这么强啊 你看明朝的疆域才多少 明朝一句话嘛 九边重镇 你可以看看明朝九边 这个不需要考古 然后就勾勒出来疆域了 这些宋朝就不用说了 汉朝的话 嗯 对西域的控制 对新疆的控制 也是时段时序 至于说青海西藏 根本就根本 根本就做不到空 就是有效的这个控制 然后呢 出了这个就是 金城 就已经比较乱了 就今天兰州 唐朝也是 虽然说 曾经领土达到丛林以西 也就是今天的中央腹地 但是就持续了几年 嗯 华盛顿和乾隆 同一时期的人呢 你这明朝的时候 对啊 新疆 蒙古 东北 西藏 都不算有吧 青海也没有 做不到 就是汉唐时期的时候 就短暂的控制过西域 这为什么控制不了青海 原因 生产力不够发达 另外这个远征徒劳乌公 青海和西藏以前 是吐蕃的地盘了 唐代的时候和吐蕃打仗 你是不是瞬间就懂了 明朝的话 也大多都是册封 没有达到实际控制 嗯 洛英神府 华盛顿 十全无敌 乾隆烟 好 来讲今天的魔灯时代 工业化与传统贵族的结合 那么我们在谈论日本的时候 你说日本这个国家啊 经常说工匠精神 工人的工 不是鞠躬的工 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 那么日本有很多百年的老 老店 那么大家也可能也看过去一些旅游节目 到一家日本小店 别看门面不怎么样 店铺也很破 一说 我家已经是吧 这个已经是第七代第八代传人了 就比如说蒸米饭的老爷爷 世世代代都在蒸米饭 那么就有一种叫做百年老店千年家族啊 世代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说有一种底蕴 有一种底蕴 那么这种叫做日本的体系传承 那么我们说日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这种存在 为什么其他国家很难 这里面就要讨论一个问题 日本的工业巨头 前身是什么 那么我们又不得不谈 日本的幕府时代 将军幕府 日本从来不像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哪怕是在幕府将军权势最大的时候 他还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 那么在这个实际上控制这个国家的 是大大小小的贵族 也就是大明们 刚刚说明治维新啊 导墓运动啊 导的是幕府 但并没有导大明 或者说只有有限的大明 其实被淘汰掉了 还有很多大明呢 这个都流传下来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在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开始快速去学习西方 那这些大明 都去哪里了呢 在工业时代没有到来之前 大明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既控制掌控土地 又掌控人口 同时还有自己的武装 大一点大明有军队 小一点的话有武士 那么到日本开始工业革命以后 那么要 日本要走一个什么 中央集权的过程 也就是说 军队是属于国家的 而不是属于个人 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咱们说是国有土地啊 不是说这种土地私有制 就是整个日本领土 是属于这个日本天皇 你要去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我不是说他这种土地私有制啊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就土地是属于国家 大而非个人的 那么 人口 都是国民了 不存在阶级了 就是这种身份上的武士可以随便去杀这个平民 刀手令吧 那么国家只能对外使用武力 那么你换句话说 这冲击了整个原来的大明体系 在这一时期 日本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型期 大明手中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 就是握有大量的社会资源 明智天皇能不能坐稳天皇的位置 能不能完成日本的工业化进程 离不可 大明的支持很重要 一方面要去废除掉大明们的特权 把他们土地收走 把他们武装收走 把他们的这种晦下的人变成自由民 另一方面 还需要大明支持 然后日本就走了一条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 就是从农耕文明时期的这种贵族 转换到了封建时期的一种贵族 有时候我们会 不是转换到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贵族 这种转化的话 真的是很神奇的 就是说天皇和这些大明 或者日本的权力主体和大明之间 这种更像是一笔交易 而不像是什么改革 你打个比方 大明到后来 日本现在是没有大明的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在第二岁的大战以前 日本的军队 军人 咱们说是军队里面的高官 是在从军 然后网上追溯的话 总能发现祖上是日本武士 或者是幕府的将军 那么还有很多职业政客 那么是有的就是大明本身 有的则是 以前的大明下面的这种家臣 还有的就是 还有什么 财法世家 做这个就是家里面 就是有很多的企业 有很多的公司 然后有个大的集团 网上推速的话 大明本身 然后日本就建立了一种 非常非常有趣的 这个就是社会结构 在大明放弃手中权力的时候 天皇跟他们 就是明着天皇 达成一种交易 军队系统的你可以进入到国家的军队体系当中 政治系统的你可以进入到国家内阁当中 经济系统的你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资本家 日本是这样完成转型的 然后你会发现天皇会动用国家机器 然后去在政策上去扶持这些财阀们 在这个经济上去资助这些财阀们 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什么 基础 比如说三井三陵安田住友 这些大的集团 你看看是不是都有日本官方注资呢 换句话说 日本实际上一种事情是 封建时代下的这种贵族 像资产阶级的这种贵族转变 既保留封建时代的身份 又具有了资本主义的特征 不用参见麻生太郎了 你看很多日本的政客 绝大部分 你网上追求100年200年 他都是权贵们 然后你说日本这些企业的传承 一说动物的三井财团 有多少年的传承了 对 因为人家虽然说国家政体发生了改变 从一个封建国家 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他们把这套体系进行了拆分和重组 但是核心并没有改变 那么大家可能也看过很多日剧 大和剧是吧 日剧不能叫大和剧 日剧 然后说一些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人 在去奋斗的时候 为什么一辈子奋斗 哪怕是拼了命的奋斗一辈子 哪怕是不要命的去考入东大 日本最好的大学 东京大学 到最后也只能到一个中层 其实这是属于日本的这种传承 而且你要知道 当把一个国家机能进行拆分的时候 军人是家 政治是家 财法是家 那么如果说这三个势力集团之间互相倾压 那日本就会出现到一种什么 内斗不断的情况 然后当时的日本在改革的时候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联姻 就是军人是家的女子可以嫁到政治是家财法是家 同时军上男子可以去取这个政治是家财法是家 日本没有客举 但是日本有他自己的选拔人才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标准和方式 那么日本也是一个比较善于去引用外部新鲜事物的国家 你要说日本的闭光所谓也很有趣 当时日本的制度的确很僵化 但是在日本能够看到很多欧洲的新鲜玩意 那么同样 政治是家也可以去跟军人是家和财法是家进行联姻 财法是家也可以跟军人是家和政治是家进行联姻 那么在联姻的过程当中会形成派系 比如说同为军人是家的陆军马路和海军马路 按理说他们都属于军队系统 那么应该跟其他两大集团相比 彼此更加亲密才对 错了 陆军马路和海军马路向来是不合的 以至于双方不合到什么程度 陆军马路的人不可能去娶海军马路的女子 海军马路男人不能娶陆军马路的女子 双方都不同婚 然后在一个体系之下互相吵架 你说这个都没打起来 另外两个集团在干什么 互相制衡 就是说集团和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形 比较稳定 然后在集团内部又会分化成很多很多的势力 彼此之间互相联姻 然后最可笑的是日本他能够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A集团A跟集团B联姻了 然后呢集团B和集团C是联姻了 A跟B是蒙有关系 B跟C是蒙有关系 但是A跟C是属于对立关系 那么在A跟C对立关系的过程当中 B又时不时的充当 搅局者和平视者 然后这么多年了 日本就这么过来了 你别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他这个被废掉了军队 但是他这种派系之争又会延伸到了这个朝堂之上 再加上有国外势力的介入 你会发现日本最难当的就是首相 想把一个首相干满了 挺难的 估计看目前的架势 我觉得监长官很难干满一届了 但有人开玩笑吗 这怎么形成呢 其实就是在工业化的时代的时候 日本的特殊情况 那么这里面我们又不得不谈一个问题 你认为在这种结构之下 中国当时能不能去学习日本呢 能不能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去进行西化 请问在清代的那种格局之下 你怎么把清代的那套旧有的管理体系 去往下去分成军人世家 政治世家和财阀世家 不可能的嘛 因为中国他不是封邦建国 他不是封建制 就是封邦建国是在的 我们是中央集权制 换句话说 是属于皇帝之下的这种 通过官员的社会管理体系 我们是有层级的 技术是可以学的 但是这种社会结构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怎么去分出这种派系 然后派系之间互相联姻 但是在当时中国 还有可能以家族为单位这样去做 但问题来了 如果说以一个家族这样去做的话 那么一个地区 可能有五六个这样的家族 其中有一个两个家族会成为这个地区的什么 成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就是说 金字塔 然后一个家族去一两个家族去压制 这个地区的其他家族 那到时候就会出现什么 性质上的不平等 类似于鲁迅老爷子写的 你也配姓赵 然后呢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服务员非常辽阔的国家 地区和地区之间的风俗是很不相同的 就算搞这样一套 日本它是一个岛国 四面环海非常闭塞 他们可以把这种内部分歧给消除到极致 中国如此庞大的领土 请问如何去消除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这种分歧 如果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分歧消除不了的话 那就会演发成家族和家族之间的混战 最终变成内战 比如说 没搞这套的时候 过去村子和村子之间的这种泄斗 都能打出脑浆子来 敢搞这套吗 就算是学日本 中国学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不但搞不成工业化 还是永无休止的内斗 跟印度一样了 这是什么地理决定论呢 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的产物 也只有日本能够完成 从幕府时代向后来的军国主义国家 迈进 君主立宪吗 那么最有趣的是 以前生活在日本的一些工匠 它属于介于平民和贵族之间 这样的一个阶级 他们呢 有一定的手工技能 也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 他们在社会在进行这种 就是说 转变的时候 全都变成了小企业主 然后就出现了 现在是我们说的 百年老店 对吧 你看 今天的日本工业 依然会保留这样的态势 我们一动不动 就说日本的工业很发达 但是你会发现 还有很多小的工厂 就真的是紫成副业 从祖爷爷辈那一代 就开始去做 然后呢 往下去传 他们有可能只生产一些 很小的零件 比如说 只生产某一种螺丝 或者只生产某一种阀门 有吧 然后 他们这种无数的小企业 然后围绕着像三井三陵 这样的大的这种财团 形成了日本的产业链 那么多么多就说 日本的工匠精神 日本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 是当年在日本 就是幕府时期 守工匠 匠人们 这种是属于家族传承吗 而且你想事实在在 在某一个很微小的领域里面 去不断的去开拓 不断的去钻研 可不是越做越精吗 所以你要说 日本他在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一战和二战时 那么日本就属于一种 规模化的工业和手工业 并存的商业社会 然后日本他的这种组织体系 又使得可以把这种 松散的手工业 去整合产业链 至于说抗风险能力很差 还好 因为细化产业链之后的话 那么互相的这种竞争 就会变得很少 就比如说专门只做 专门只做一个 罚门的这种小公司 那么它是个家族企业 就家族的这种几十个人 或者十几个人去做 那么没有什么竞争的 因为就算有竞争者 也不会比这个家族做的更好 另外就算有竞争者 也没办法融入这个家族 这个供应链当中 但这样做也是有缺陷的 别觉得说这样做很完美 有这种可以世世代代的 这种就是说传承下去了 可以一直干下去了 那么但是问题是 这种有致命缺陷 这种致命缺陷是什么 拘泥骨质善用调和论 因为太 产业链太细化了 整体是一个什么 庞大的体系 如果说在现有体系当中 它会不断升级 但是如果说整个体系被洗牌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转移 就打个比方 当一个产业被另外一个产业 彻底取代的时候 日本就根本来不及转型 大家有感触吧 比如说互联网 互联网这种事物是 是非常非常全新的事物 是没有任何需要家族传承的事物 没听说我爷爷以前是马农 多新鲜呢 没这活啊 但是当时的日本 在去学习互联网的时候 很多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但他民间并不具备 就是说把互联网产业化的这种可能 所以你会发现日本的电子工业很发达 是从上个时代的这种小家电机 机械制造业过来的 等到了互联网的时候 反而日本很难有那种大型的互联网公司 全新的东西 旧的体系根本没办法再适用这种全新的东西 对啊 缺乏变通 不是 你说日本的互联网挺像 它是硬件部分 对吧 咱们现在说的是软件部分 就是说到互联网本身 网络 你举个例子 BBS 在中国是很 BBS上次用的时候 可能都对于很多人来说 10年前 20年前 对吧 10年前吧 反正10年以后就已经看到很少人玩BBS了 然后再说15年以后就早就这种国内的互联网社区几乎死掉了 但是日本到现在的时候还是在这种中国最原始就是最早最早的那种留言板 你看日本最大的互联网社区24H你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都不是说一种帖子能发图片能发新闻什么什么 它就纯文字啊 然后就往下跟跟跟跟跟 你说这不是20年前中国玩的东西吗 那你说你经济那么好啊 国内的各项基础是如此发达 你怎么不升级呢 不好意思 这是一种什么 行为 2Ca是那种因件又爱是 上世代的产物 这种方式它是有致命缺陷的 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在国家站内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然后呢产业链之间互相配合 大的是越做越强 小的是越做越精 缺陷是什么呢 就怕有新鲜事物的冲击 那执行说日本要不要改 那是日本的事情 我只谈是吧 日本的这种国家形态和工业形势 好 那么今天的魔动实在是这 他们的程庆员也还是起这种 就是核心代码虽然会发生改变 但是外观水分的还是遵从传统 这是特色嘛 就是他们的国家形态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时候 就是说咱们现在讲魔动时代的时候 谈的是国家形态 不是说日本电脑经济行不行 就他这套体系是需要 就是说不断的往前发展 但是对于新生事物来说的话 往往就是一片荒漠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因为日本人他已经在这个模式当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很难就说像中国是这样的 找出一堆人来 全新的事物去做全新东西 然后在这个全新东西 他不断的就发扬光大 很难的 意识形态 你要说的话又是地理决定论了 但是你要说外部一旦发展起来之后 日本尝到甜头的时候又会加以引进 这也是日本特色 对 不是说太容易固化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化体系 就是说你别看明治为先了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也是把很多旧有东西给在技术上进行升级了 休息四五分钟 咱们在失误的时候来讲 今天的青史 首先讲 谢谢暴走DJP 国家和国家之间是 就是国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特色 这里面讲日本是一个中性词 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 谢谢布宜诺斯阿里斯小笨牛 只是说谈他的国家形态 这不就是日本这个国家思维已经固化了 不愿意改变 但一旦敲动了这种固化 反而又容易接受变化 是啊 日本的两边性 就是说既保留传统又学习新鲜事物 这要不怎么说呢 日本人有时候他也很矛盾 大家晚上好 歇会儿歇会儿 讲的慷慨其样 刚才有说问我什么 讲的太投入了 没听清楚 谢谢TPWalk 谢谢 他们为啥会互相倾压来着 利益争夺 就比如说对于政治社家来说 人就是坑就那么几个 萝卜很多 不争怎么办 比如说现在所有发达国家 就是咱们晚清模式 纯淡淡掉 别了 现在都用论调 你知道现在美国开始流行一句什么样的话吗 这种流行的话是摸着兔子过河 过分了 说的什么 因为疫情 老美是吃了大亏了 现在反思 为什么美国发达的医疗系统 并没有扛住新冠的冲击 然后要开始摸着我们过河了 看看也挺无语的 这不扯淡吗 这到底谁摸谁 互摸呗 互相摸呗 互相借鉴 这一说学国内的经济模式 学不了 而且我们的经济模式也处于探索阶段的 中国的经济模式很完善吧 没有了 就比如说 现在汇率都快压不住了 而且还有观点说 现在汇率越升 这个就是越升 升得越快越好 这不是什么想法 因为买东西越来越便宜 我不想想那些出口企业怎么办 就说 不是计划经济模式还会回归 就是我们需要去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平衡点 两者都需要有 单考虑任何一个方向 就只坚持其中一点都是不对的 老美他就已经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全玩市场经济用无形的手翻给你看 那么前苏联又用这个一个国家解体来证明了 纯玩计划经济会整成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种问题上 这个时候两个都要用 去找一个平衡点就很难 怎么做才是对的呀 要不我说吗 官是很难当的 难当官就是这样 别觉得官好当 当官就要考虑 哪部分采用计划经济 哪部分采用市场经济 不是这个问题很早就意识到了 别笑 这是一个很现眼的问题 就是我谈计划经济的时候 我谈市场经济的时候 都是中性词 没有褒义 也没有贬义 不像就是说一些人 把计划经济吹得跟花一样 一些人把市场经济夸的是天下少有 中性词 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端 也是显而易见的呀 优势归优势嘛 你想中国电力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计划经济 最牛掰的体现 能建立起来世界上 最强大的输电网络 甚至连外卧都不可思议 中国为啥能长期不停电 对吧 为什么我们能 就是说 能把这些发电的 这些设施都并在一起 然后呢 能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供电网络 趁于说 有时候又说了 华西村就是个典型 负面的呀 对吧 华西村就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 给玩崩了吧 中国到处都有手机信号 激战多呀 那么再说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使中国人变得富了起来了 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然后呢 中国的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没有之一 但是我们再来说说负面的 比如说 在金融领域里面 曾经尝试了很多市场化的措施 原的不说吧 就是和PRP吧 一地鸡毛 到现在了 怎么擦屁股还不知道呢 是吧 所以我说它是个中性词 你没有办法用绝对的好 或者绝对的坏 据说 但是很多人还是二元论 非黑几百 非好几化 所以能理性的客观的看待问题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要把握那个尺度 又哪那么好把握呀 有时候不尝试不知道 理论上没问题 实际执行起来的时候 全都是问题 这就需要你优人 能够把很多很多的这种 可能意外都能预料到 然后要提前能做出预案 想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不怎么说呢 有能力的人 真的是千军以德 一将难求 这种东西很正常 就是说我不会认为说 有些事情就一定会成功 有些事情会一定会失败 公是公过是过 对是对错是做 没有什么 就是说让说不让说的吧 对吧 就是说 你能看他有利的一面 要看他有害的一面 而且你不能觉得 说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做事的人的初衷 一定是好的 这些1303744101 但是谁也不是上帝 谁也没办法去开上帝视角 然后呢 去 事情成功了 就开始千好万好 事情不行了 就千分百分 那就是 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最不可接受的 凡事是吧 他都要去有容错率的 好了 来讲今天的收复新疆 祖宗团收复新疆 南疆 在这个收复吐鲁番以后 阿古百主力被歼灭 其实阿古百呢 也算是一个心而小的人 从哪来的 是吧 回哪去 就算是原谅的国家被灭了 你投个枪也还是有前途的吗 想不开自杀了 也有说是因为大败之后 他的团队里面发生内讧 然后阿古百呢 是死于内讧 白岩虎本来已经成为阿古百小弟 就这 阿古百这吐鲁番这一败 瞬间小弟变大哥 白岩虎二话不说 又把阿古百的这些残部 全都接收了 以至于开始活于南疆 哪呢 今天的什么阿克苏 达坂城 这样的这些地方 天山南路 那么老左一看 这个白岩虎接收了 阿古百残部 那么其实 哎呀 祖宗堂并没有下令 立即追击 继续干什么 攒钱 屯兵 练兵 攒粮 你说 成圣追击不是兵法常识吗 请问 南疆新疆啊 南疆的情况比北疆还要糟糕 因为多数都是戈壁 这要是不准备充分了 想要在这样恶劣的地方 进行作战 那么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你要说敌人不可怕 自然环境才可怕 哎呀 老左太厉害了 继续还是那套 马上就要全全都剩了 能hold得住啊 能hold得住 能忍得住啊 哎 然后等到光续三年 1877年8月啊 一年多 老左下令 左中藤 率军南征 南征 一定要速战速决 彻底的粉碎 阿古百的势力 哎呀 要不怎么说 刘锦棠身为这个名将呢 要不怎么说 老左的变态呢 你知道没有机械化呀 这支部队啊 一个月 连工程带打击 这个白眼火的这个部队 带收复失地 跑出去三千里 一个月 追敌 打仗 工程 收复 三千里 而且是在戈壁上 一千五百公里 既要穿越沙漠 又要走荒山 还要去工程 三千里 一个月 步兵 连续作战一个月 步兵 只有少量骑兵 老左没那么多战马 而且 老左的部队 大多都是骆驼 骆驼要干什么 驼物资大 没吃没喝 想过吗 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精兵 能打狠仗 能打猛战的精兵 为什么说 哎呀 美国人不怕中国人呢 让现在美国人来看的话 这支部队 打穿阿富汗的塔利班 就跟玩一样 就比 就比原住民还要牛啊 你要知道 就像谁说 一天一个马拉松 你还带着资重 还带着炮呢 离谱吗 为什么我曾经说 老左是一代战神 就这样的军队素质 放在古往进来 你放在全世界来看 你问 你就拿出来说 哪位名将带出来的兵 能打出这么极限的操作来 茫茫戈壁 天比较热的时候 你要知道 新疆那地方 白天的时候 温度能上到 40摄氏度以上 晚上的时候 温度能到零下 也就只有说 老秦族能有这样的极限吧 也就是汉朝的时候 魏清和霍去病的兵 能打出这么极限吧 也就是 当年两万里 五千里长征的时候 中国的红军 能打出这么极限吧 有人说蒋介石败的很冤 我觉得一点都不冤 你打 你行吗 好了 光绪三年187 今年8月 刘鼎堂率军南征 军队分成两支 先到达取晖 然后分兵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的这个图 这个行军路线 那现在来看的话 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种战绩 也都开始 不得不到吸一口凉气 什么样的军队 什么样的军队 从 吐鲁藩出发 看到了吗 塔里木河 罗伯伯 走 哈卡莎尔 到库车 到阿克苏 到乌石 到巴厨克 到喀什嘎尔 然后收到叶尔枪 最后打到河田 你想想塔里木河 现在周边 是什么样的环境 已经不是说 地域有多么宽广了 自然条件 非常恶劣 老左车 打穿他 说一天一个马拉松 这样的士兵 不战死也活不长事 能找到 好了 先到达取会 然后分兵两支 于虎恩 黄万鹏等一支 取道乌沙坦拉 当时是棒 这个伯斯腾串 西出库尔克勒之辈 为骑兵 刘瑾当时亲率一支 由大道向开渡河为正兵 其实这时候要说 白安火也好 阿古拜也罢 这些年 把新疆当地老百姓 欺负惨了 你看人有时候就是欠 总觉得 有同样的信仰 一定是好人 结果没想到是开门即到 觉得蜻蜓不靠谱 没想到来了一堆更狠的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这时候阿古拜的兵 白眼虎的兵 在新疆本地那些老百姓眼里面 都是恶魔 这也给刘瑾唐所部 快速进军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你说你至于吗 是吧 当年折腾这么一大堆 现在是开开城门 送西瓜又送吃的又送喝的 要说 刘瑾唐也算是 尝到了新疆的西瓜有多甜 为啥 看老多写的信里面 一个西瓜有100多斤 你那种大西瓜 吃起来贼甜 也不算太惨 然后当时就是说 当南疆各城开门迎接的时候 老左的 就是刘瑾唐的部队 在今天的同场 也就是说 木扎地河 追到了白眼虎 当时白眼虎还要跟刘瑾唐 来捂把招呢 来吧 来打吧 没想到刘瑾唐一看白眼虎 看都没看 突击 少废话 是吧 打的白眼虎又是 歇哗啦 溃不成军 也至于白眼虎是丢归卸下 又带人跑了 要说白眼虎这个人 真是挺 别的本事没看出来 但是逃跑技能 应该是点了个马差 为啥呢 从陕西开始兵败跑 跑到甘肃 再从甘肃跑到青海 又从青海跑到新疆 又从乌鲁木齐跑到 这个图鲁方 又从图鲁方 跑到这个阿克兽 最后还跑出国去了 哎呀 对 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派人跟沙俄取得联系 得到沙俄的庇护 我的天哪 不是 逃跑能力是真的强 天山南路东城 东四城 尽数收复 来看看老左当时的请公哲 写的很棒啊 太能跑了 你想11月的时候 才把折子递上去 仗是8月打的 8月9月打的通讯 是吧 这个有多么的困难 哎 这货也是一路 脸皮也厚 哎 有时候啊 也没办法说谁对谁错 只能说到那个时代了 就这样 历史的表演 对天赋都点逃跑了 你看啊 这个奏折比较长 就看走了多远啊 你看啊 说 哎呀 9月15日黎明啊 帅都帅所部 由瑟尔和瑟尔拔队进发 行80里 啊 一边要寻找敌人的踪迹 一边还要收复城池 哎 一个月跑了3000里 看着我都觉得啊 这个 而且天气是非常非常冷的 你想 远处追敌 然后这个长途奔袭 同时要在寒 就是极寒天际下作战 哎 有时候觉得这些人啊 真的都是战神啊 啊 当时班牙虎 这个一听说啊 刘锦涛来了 想攻一座城 没攻下来逃跑 然后呢 十五日五更 你看 旅兵而行 双灵宁吉 哎 行80里抵同场 真知贼正催眷口渡河 啊 既传令各营 结队 团禁 哎 然后开始杀了 哎 这一仗是战略性的决战 彻底把白岩虎的有生力量 尽数消灭 嗯 嗯 刘锦涛这个时候很年轻吧 也不算很年轻了 你想都1877年了 嗯 而且当时刘锦涛也着急了 一看渡河渡不过去 干啥 就杀吧 见骑贼即杀 人马之师 轻刻堆积河中 水为不流 啊 人设计都把河堵住了 啊 然后呢 这里面一堂对人民 我就不念了 带着各个队伍去冲锋 啊 哎 然后说啊 贼惊害失措 官军马不相依 啊 不是全骑兵啊 部族占了很多 病例夹击 避贼无算 左路之贼见右路大败 相率崩溃 黄万鹏等 马步成之 枪轰茅刺 贼师遍野 哎 为什么白岩虎 早恨透了清朝呢 其实也能理解 都是他部下呀 啊 两路乘 乘胜压追 过查尔齐克台 这夕三十余里 击毙贼数千名 然后呢 夺获战马二百余匹 石获军械无算 其实这一仗啊 已经打完了 就是说 此时的新疆啊 就剩下沙俄啊 所控制的这个 伊犁了 那要开始讲讲另外的问题了 收伊犁 明天我们讲 谢谢石兰幻想军 你送到粉丝金光棒 谢谢 扣本零零药 同场决战吧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剩下就是追击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渡戈壁百四十里啊 在戈壁团跑一百四十里啊 至哈拉 哈拉欲乐 真知识日五间 百逆 普悠此过 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白岩虎就相当于一路狂奔啊 然后呢 刘顶堂是一路狂追啊 然后到了这个 驰伯阿克苏城 位置城数十里 摇剑城头 枪毛林立 西南正西两面 飞尘避天 浅真其叹 之城内总头目啊 阿卜杜勒满 谋帅重头城 因为老索太能打了 哎 以至于听到老索的这个名气 直接投降 赫赫为名啊 剩下的就是到这一段时候 白岩虎其实就是准备出国境线了 啊 追不了了 谢谢 Cut open 谢谢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是哈密什么地方 哎 不是哈密 应该是哈密回王 麦阿莫特啊 这是被白岩虎裹挟的 给救回来了 嗯 哎 然后当时白岩虎还把很多家人丢下来了 而白逆随行 卷贼两千余名军 两千余名口 军抛弃在图 啊 这是啥 哼 惨啊 是吧 白岩虎也把人往下丢 许久不见都是大主播了 大在哪里 脑袋大吗 小主播 这张打完了 然后剩下的其实啊 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这个作者 我们就给大家贴完 后面都是寝宫的了 阵亡的人了 哈密是不是出哈密瓜的地方 哈密出哈密瓜 但是新疆几乎全境都出哈密瓜 嗯 现在种植面积也大了啊 但是我要说 嗯 哈密瓜体系就是说 最好是去新疆吃 因为内地的哈密瓜 都是比较生的时候摘下来的 熟了的话容易坏 放不了几天 嗯 就是真正长熟的 自然成熟的哈密瓜 格外的甜 甜的厚嗓子那种 有的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啊 这就是喜好知识的 小tips 那么来看一看啊 这个 本来老朵祥 让这些新疆的这些编民们 把白岩虎抓了 可是没抓住 哎 这说因为新疆其实少数民族众多呀 你看 白岩虎计算起见 应可令其 啊 秦县 为边内杂楼 向与新疆不通生息 乌石土灰 无从设法 刘锦汤 虽似 虽你构陷追捕 却以为难有把握也 左中汤也放弃了 白岩虎太能跑 追不上追不上吧 嗯 至此 难将收复 然后啊 明天就开始来考虑 内政外交啊 收一离 嗯 说去玩顺便吃个遍了 是啊 那 有兴趣的水友啊 可以考虑过去玩玩 新疆的话 一个是吃瓜果啊 另外一个就是吃烤肉嘛 新疆的腰串 哎 别说了 他晚上都说这个不好 顺便说一句 以前很便宜 现在很贵了 以前的时候 据说十年前啊 应该十年前 哎 还得再就点 在十几年前 零几年的时候 哎 那会很便宜 我 我还好 我没有赚过新疆全境 啊 但是 嗯 边边角 就是但是一些代表性的地方 还算OK 啊 这个月底要去试试 好啊 月底 哎 这刚好赶上吃瓜的季节 刚刚下来吧 六月底 七月初 现在好贵 以前的时候羊肉串很便宜的 以前羊肉串的话 十几块 十块钱就能吃饱了 在乌鲁木齐 现在 嗯 估计没有一百块 不敢想 嗯 嗯 哈哈哈哈 410开始补刀是吧 哎 内卷去 内卷这个词儿现在可太流行了 哦 咱同事飞机带了四个海米瓜过来 这会儿海米瓜还不够熟呢呀 这才刚刚六月 现在四块一串很大块 好贵呀 我记得 我记得08年 零九年的时候才五毛啊 嗯 嗯 哇 长了八倍 关键是羊肉以前吃的人不是那么多 现在都爱吃羊肉了 哎 诗盒子那边汉人还是很多的 因为好多都是新疆这个生产建制兵团过去的 诗盒子的话还好 新疆子回家直接带回来 诗盒吧 对呀 沙克尔顿 沙皇释放过 熬吧 火锅带下羊肉热吧 也不是 不好说 反正总感觉就是说 以前羊肉便宜 比猪肉都便宜 然后后来就是吃羊肉的人 就感觉突然要多起来了 然后羊肉的价格是这个直线上升 你用拿我家来说吗 我是最有感触的 小时候我们那猪肉是六块七块一斤 然后当时羊肉是四块三块五一斤 那个时候羊肉我们那是一块钱五串 十块钱五十串 还送好多 十块钱管宝 现在我去 这个三十一把 五十一把 羊肉得看哪的 内蒙的 甘肃的 新疆的羊都很不错呀 羊肉现在 比较好的羊肉 得四十多块钱一斤呢 哪敢敞开吃肉 尤其是吃烤肉 怎么说 生肉肉的小两斤 说牛羊肉比猪肉健康 这其实是对的 就是说是从饮食结构来说 因为猪肉的含脂肪量比较高 牛羊肉的话含脂肪量相对少 羊肉好吃 我昨天才吃了现杀的 很好吃了越来越贵了 前脚中说哪有心情 这个消费 然后呢 昨天又开始吃了现杀的羊肉 哎呀 四个一零兄啊 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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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产地 羊肉删不删的话 看产地 反正内地的羊 就说中原省份 包括南方省份的羊 都比较删 也确确实实是如此 但是你要说 内蒙的新疆的甘肃的都还好 嗯 成都重庆内蒙古都想去吃吃吃 是啊 瘦羊肉 谢谢ZBH17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吧 大家晚安了 再次感谢豆豉兄 花格大老虎 这个天降奔烈 这个 窗儿萝卜 森队营 兄弟送的大灰烬 谢谢 谢谢 这不怪我要正常消费总要吧 正常消费 哎 我酸了 我酸了 我 我下个月 我赚赚钱 我也去吃烤羊肉去 气死我了 嗯 拜拜 不是切烤 吃烤羊肉是不是热呀 算了 还是等八九元份吧 切吃凿不住 好 大家拜拜 拜拜